第4941章 制止死地而后生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黑玉球龙中心之外 六目神君等五位八品太上紧密关注 杨开进入其中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但方才前方阵法有所变化 肯定是被杨开触动的 他们如今连杨开是生是死都无法判断 更不要说球龙内部的情况 某一刻 浓墨般的力量忽然突破大阵的封锁 弥漫而来 那墨色的潮水犹如凶猛大军 压境而来 随着这墨色潮汐而来的 还有一道若有若无的庞大意志 六目等人脸色陡然凝重 墨的力量在外泄 说明超级大阵的漏洞越来越大了 大的足以让他们隐隐感受到了墨足的存在 这一切应该与杨开有关 否则没道理会有此变故 换言之 杨开大概是没死 好在超级大阵 虽然微能有所减弱 但影响犹在 外泄的墨之力量并不多 而且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墨足短时间是无法脱困的 可照此情形下去 墨足重获自由 不过是时间问题 得早做安排了 再晚的话 就来不及了 六目凝声道 其他四人都微微汗手 几人对视一眼 一言不发 转身朝外持去 与此同时 囚龙之中 那墨足正在疯狂挣扎着 企图摆脱大阵的困树 贯穿他身躯的一道道秘书锁链 传出哗啦啦的声响 他用唯一获得自由 如刀锋一般锐利的长脚 疯狂地切割着秘书锁链 而墨之力量的外泄 正是他得到一点自由的彰显 洞天伏地的驻地 那一世大殿之中 诸多八品太上 再次齐聚一堂 商讨墨足之事 六目先是将之前发生的事 简单地说了一遍 玄机摇头道 杨小子深入其中 如今也不知生死 话音刚落 便被一人打断 他没死 众人扭头望去 发现说话者 是在场的唯一一位七品开天 与轩辕洞天 有些渊渊的蓝幽若 六目神君道 杨小子人是很不错的 又有对付莫足的手段 本君也不希望他有什么意外 但他如今之身潜入那求荣深处 凶极难料 蓝幽若道 我说他没死 自然是有依据的 说吧 轻轻拍手 大殿之外 立刻走进一人 众多八品扭头望去 发现这人不过六品开天修为 应该是出身灵霄宫的一员 蓝幽若道 毛哲曾与阳开牵下忠一谱 生死细于阳开之身 阳开若死 他必不能幸存 他既安然无事 那就说明阳开也没有性命之忧 毛哲站定 冲诸多八品 公身行礼 六目神君闻言眉头一扬 若真如此 那是好事 他又问毛哲道 你与阳小子既有钟义谱牵连 可能感受到他如今的状态如何 毛哲摇头道 钟义谱只有生死可验证 宗主如今是什么状态 晚辈无从感知 虽有所猜测 可听毛哲这么说 六目神君还是有些失望 蓝幽若挥了挥手 毛哲再次攻身退下 他此来不过是 为了证明阳开依然活着 有八品太上道 如此说来 那莫族有脱困之兆 应该与阳开此行有些干系 六目微微汗手 我也是这么想的 阳小子有对付莫族的杀气 许是刺激到了那莫族 再加上之前超级大阵的削弱 所以才会有这番变故 蓝幽若皱眉道 前辈该不会是在怪罪他吧 六目白手道 本君自然不是这个意思 那莫族若真要脱困 也不关羊小子的事 而且他以身犯险 有他在囚容之中牵扯莫族 或许还能拖延莫族脱困的时间 这是大功 说着话 他扭头看向其他八品太上 我的意思是 莫族的是拖延不得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 空有超绝的修为 却让一个年轻小伙子直面莫族拼命 这算是怎么回事 不少人微微汗手 有人道 莫族必须要解决 可是如何才能解决 超级大阵的影响极大 那囚龙深处的阵法 未能最胜之地 便是我等在那边 也无法长时间停留 更不要说 在那边与莫族争斗 不错 之前咱们就面临这个问题 超级大阵的问题解决不了 就没办法解决莫族的事 众多神念交汇起来 彼此商讨不定 六目神君冷眼旁观 有人发现 他的气定神贤 开口道 六目 你若是有什么想法 只管说出来 我等之间 没必要遮遮掩掩 六目神君笑了笑道 倒也不是遮遮掩掩 只是我想的法子 或许有一些危险 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不妨说来听听 六目环是四周 好片刻才沉生道 破而后立 置之死地而后生 云山雾绕的两句话 在场的八品太上们 却都在第一时间 洞悉了六目神君的念头 有人大摇其头 连呼不妥 有人眉头一皱 陷入沉思 六目神君道 如今这局面 纵然我们放人不管 那墨族早晚有一日会脱困而出 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 咱们的处境就被动了 到时候 不但要处理超级大阵的影响问题 还要与墨族争斗 试问在那样的环境下 咱们这些老胳膊老腿 又能发挥出几成实力 话说的没错 但如果真因你所言而动 只会提前将那墨族放出来 六目点点头道 这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真那样做了 确实是在帮墨族的忙 可换个角度来想 不这样做 情况怕是会更糟糕 我动天伏地 人才济济 强者如云 一个墨族又能如何 更何况 那可是被囚禁了无数年的墨族 纵然他在强大 如今又剩下多少力量 眼下还有杨小子在囚龙之中 牵扯他的精力 杨小子只不过六品 也非动天伏地中人 又能以天下安定为己任 我想不通 咱们这些人还在犹豫些什么 众人沉默不语 倒不是被六目说得哑口无言 只是在考虑他所说之法的可行性 在那个地方 我们的同门无数年如一日 与墨族争斗 不回关是安宁与混乱的天欠 踏出不回关 一生不回头 咱们后方这三千世界的安定 是多少代人的牺牲和鲜血换来的 所以 绝不能让祖祖辈辈的付出 在我等手中葬送 六目之前在犹豫自己的计划是否可行 可说着说着 神色便坚定起来了 这是唯一能够解决墨族的办法 畏首畏尾 绝不是动天伏地的形式风格 诸位 做决定吧 是等着墨族自己脱困 咱们与他决一死战 还是主动寻找机会 将他斩杀 以绝后患 这三千世界的安定 全在你们一念之间 大殿内沉默良久 才有人开口道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么做了 那就动手吧 就以百年为限吧 善 一个个声音响起 经历了多日的商讨 动天伏地终于达成了统一意见 六目神君微微松了口气 又不免有些担心 百年 杨小子纵然眼下还活着 可是能撑得过百年吗 那囚龙还能囚禁莫族百年吗 但这个时间 是绝对省不下来的 蓝优若忽然起身 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沉声道 诸位的计划 我林霄公没有意见 也可以全力配合 但黑狱中所有资源 都属于林霄公 上百道目光 瞬间朝他望来 每一道都属于八品开天 寻常舞者在这样的注视下 定要心慌意乱 蓝优若却是养着修长洁白的景伯 据理力争 你们家大业大 也好意思跟林霄公争抢资源 想想如今还在囚龙中 牵制莫族的阳开吧 真要是执行那最终计划的时候 他或许还能出上大力 黑狱中开采出来的资源 就当是他付出的回报了 一群人立刻收回了目光 六目神君左右瞧了瞧 默然一笑道 小丫头想什么呢 黑狱既然属于林霄公 这里面开采出来的资源自然会交给你们 洞天福地绝不会贪磨 你放心好了 如此最好 蓝幽若重新坐下 心中却是明镜一般 自己方才若不是拿话 把这些太上们堵着 黑狱只怕要被他们给瓜分了 这里的资源可不算少 足以让洞天福地都动心 真要是这样 等杨开回来了 也没法交代 事情就这么商定了下来 很快 一个消息便传了出来 洞天福地 要大肆毁灭黑狱中的矿星 和那充斥整个黑狱的阵法 以此破解笼罩黑狱的超级大阵 唯有如此 超级大阵的威能 才不会影响到 开天境战斗时的发挥 这也是六目神君所说的 破而后立 置之死地而后生 但如此做法 确实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 可能加快莫族的脱困 超级大阵的威能 每减弱一分 莫族脱困的机会就大一分 可不这样做的话 洞天福地强者再多 也发挥不出应有的实力 真与莫族打起来 吃亏的只是自己 只有这样做 洞天福地 才能有与莫族交锋的机会 在六目神君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诸多八品太上 立刻洞悉了他的意图 蓝忧若反应慢了一些 但总算及时领悟过来 本章完 第4942章 我宁愿去死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超级大阵的组成 是无数矿星 和充斥黑域层出不穷的阵法 想要破解这个超级大阵 最有效的办法 便是毁去黑域中的矿星 鸾白凤此前便是这么做的 矿星中 运藏了丰富的修行资源 这些东西属于灵霄宫 可不能随随便便交出去 必须得留下来 蓝忧若的一番据理力争 为灵霄宫争抢到了这些资源的归属权 也免除了黑域资源 被洞天福地瓜分的结果 这对整个灵霄宫买至虚空地来说 都是好事 但百年大计的制定 对阳开来说 却未必是好消息 可这个时间 也节省不下来 破解超级大阵需要时间 洞天福地的强者们 准备也要时间 最起码 他们需要在自身小乾坤中 将玄英竹培育成一定的规模 如此方能在与莫族的争斗中 有一定的抵挡莫之力侵蚀的能力 蓝幽若理解这一点 所以并未加以反驳 因为他知道 在大事面前 自己反驳也没用 如今只能祈祷阳开能坚持到那个时候 很快 大批大批的开天境 赶赴到了黑域 这些人全都是各大洞天福地 从自家宗门抽掉过来的人手 每一家都足有数百上千人 个个都是四品开天之上 整个黑域被划分成了无数块区域 每一家洞天福地负责一块区域 开采那块区域中的矿星 破解那块区域中隐藏的诸多阵法 一颗颗矿星毁灭 无数黑石被开采出来 林霄公的人也忙碌起来 将开采出来的黑石收集归纳 再送往星界那边交由大总管花青司处理 囚龙之中 杨开与莫族对峙 超级大阵的松洞 让被囚禁了无数年的莫族 恢复了一点自由 这一点点自由看似不多 但对杨开来说 却是极为危险的 这一点自由 代表着莫族有了一定的反抗之力 杨开很难想象 这个莫族巅峰时期有多强的力量 即便他自上古时期被囚禁至今 日渐衰弱 所能发挥出来的力量 也绝非他能够抗衡 若不是手中掌握着克制莫之力的大杀器 在这莫族面前 他必定毫无还手之力 正是依靠着 那足以净化一切的纯净白光 杨开才能苟全性命 几乎每时每刻 囚龙之中都传出刺耳的摩擦声 那时莫族在利用自己封锐如刀锋般的长足 切割着秘术锁链的动静 他大概是想将束缚自身的锁链切开 但这锁链的源头乃是大阵力量的显化 大阵不破 锁链又如何会松动 他所做的一切 注定都是指徒劳 龙玉至极的莫之力 充斥在囚龙之中 唯有杨开所处之地 方圆三丈 是最后的净土 他时刻维持着手中的白光 白光照耀之下 化作无形而坚固的屏障 将莫之力阻挡在外 虽说 有着纯净白光的守护 杨开不与莫之力 会给自己带来的什么威胁 但在这囚龙之中 危险绝不止莫之力 他时时刻刻保持着警惕之心 刺耳的摩擦声依旧持续着 干扰着杨开的思维 一切仿佛如常 但从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悄无声息 却足以毁天灭地的一击 疏然袭来 黑暗成了最好的掩护 直到那攻击几乎要临身之时 杨开才勉强反应过来 坚硬的龙铃瞬间浮现在提表处 化作坚固的防护 与此同时 杨开手中白光光芒大放 借助那一瞬间的爆量 他看到了一只锋锐的长足巢 切割至自己眼前 杨开匆忙后退 尽管反应迅速 却依然受伤 提表处覆盖的龙铃 都抵挡不住这雷霆万钧的一击 杨开身形跌飞 口喷鲜血 胸腹处一道齿长的伤口 几乎可见内里蠕动的内脏 方才若是在晚上那么一点点 他只怕要被拦腰斩为两劫 身在半空之中 杨开手中的白光便被轰出 犹如太阳坠落 直直地撞击在墨足那庞大的身躯上 淒厉的惨叫声响起 墨足痛呼之时 口中咒骂不断 叫嚣着早晚有一日 要将杨开碎尸万断 要他永世不得超生 杨开充耳不闻 最初遭遇这种事的时候 他还会跟墨足对骂几句 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 他也就习以为常了 身处在这囚龙之中 一人一墨足似被整个世界遗忘 彼此相伴 却如生死仇敌一般 偷袭与反偷袭几乎随时上演 每一次都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最初的时候 面对墨足的偷袭 杨开还有些难以招架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已经逐渐熟悉的墨足的攻击方式 也有了应对之策 即便墨足不来偷袭他 他也会找机会偷袭对方 进化之力 是对付墨足很好的手段 每一道进化之力 都能消磨掉墨足的一些力量 杨开想要活命 就不能留给对方恢复的机会 为此消耗的黄金和蓝金 已经为数不少 他却懒得去计较 黑暗之中 交锋过后的两人 心有灵犀的默默养伤 就连方才叫嚣着 要将阳开碎尸万段的墨足 也逐渐安静下来 只有锁链不断被摩擦切割的声音响起 又有一首莫名的歌谣轻声响起 很难想象 如墨足这样的存在 竟然会唱出这种曲调优美的歌谣 没有什么言语 墨足只是轻轻地哼着 也不带半点诡异的力量 但这歌谣听在耳中 却给人一种极难形容的宁静 仿佛回归了母胎之中 能追溯生命的本源 你会唱吗? 墨足忽然停下歌声 开口问道 会的话唱一首来听听 不会 阳开眼瞼一该 会也不唱 墨足清催悦耳的笑声响起 反正闲着也是无聊 总得找点事情打发时间吧 那你继续唱 我听着 这样 我不是吃亏了 我乃王族 可没有给奴隶牲口歌唱的习惯 那是你们奉承我们的手段 阳开眉头微微一皱 这段时间 与墨足朝夕相处着 对方一直提起什么王族 又说什么奴隶牲口 让他不免有些在意 墨足 还分三六九等 阳开问道 黑暗中的墨足轻笑着 仿佛情人的呢喃 当然 墨足之中等皆森严 可不像你们这些 牲口这般没有秩序 有些族人自出生便高高在上 有些族人天生低贱 我是王族 天生便是 王族应该是很高贵的等节吧 王族之下呢 王族之下啊 墨足拉长生意 卖了个关子 可笑道 唱首歌听听就告诉你 阳开果断拒绝 不会唱 随便唱 你想知道墨足的情报 我都可以告诉你 但这些情报也不是白得的 你得有所付出 不要觉得为难 在很久很久之前 你们当中 只有歌声最美妙的少女 才有资格在我面前现场 那我可不胜荣幸 墨足不再多言 刺耳的摩擦切歌声 一直持续着 阳开硬着头皮哼了起来 抱着射身似虎的心态 哼的是屈华长 曾经在他面前哼过的曲调 不过一会儿 墨足便打断了他 够了 你哼的可真够难听的 我切割锁链的动静 也比你的歌声美妙 黑暗中 阳开微微有些脸红 却是耸耸肩道 我跟你说过的 女人总是有好奇心的 墨足的话语中满是俏皮的味道 好像在撒娇 阳开却是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主要是将这个声音 与墨足的形象联系到一起 感官上有些难以接受 为了让自己心里好受些 阳开忽然身形晃动 整个人一下子来到了墨足的身后 手中的光芒骤然大放 一道耀眼白光轰然朝墨足袭去 那光柱锁过 黑暗退散 狠狠地轰击在墨足的后背上 直接在那里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洞 黑暗的力量如鲜血流淌 墨足疯狂尖叫 唯一获得自由的长足 也不再去切割锁链 而是化作锁命的力气 朝阳开当头照下 阳开早已退了回去 墨足的尖叫咒骂 持续了一会功夫 翻来覆去就那几样词汇 毫无新意 阳开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 这一下偷袭 让墨足恼怒万分 气得足足数日 没有理会阳开 直到数日后 一次反偷袭 成功将阳开重创 他才笑得不可开交 心情总算美妙起来 他居然还记得上次的话题 而且很守信地履行了诺言 墨足之中 王足为尊 王足之下 便是御主 其次是领主 领主之下 便是普通的族人了 每一阶层对下一阶层 都有绝对的生杀与夺的权力 墨足缓缓道来 扬开 侧耳倾听 这么说 你的身份很尊贵 至高无上 墨足的声音透着难以言喻的骄傲 依然被囚禁在这里无数年 扬开的话语犹如尖刀 狠狠扎在墨足的心坎上 他暴怒道 还不是你们这些天生反骨的牲口 扬装温顺 实则暗藏祸心 早晚有一天 墨足会将这三千世界再次化作牧场 杨开顺着话接了下来 说说这牲口的事 墨足息息娇笑着 总不能诠释我说 我再唱首歌给你听 杨开提议道 我宁愿去死 墨足沉生道 本章完 第4943章 狗言残喘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墨墨 你想要情报 就拿情报来换 谁也不吃亏 自从听过杨开哼了一首歌谣之后 他决定再不给杨开开口的机会 你想知道什么 杨开问道 什么都可以 我已被囚禁了无数年 对外面已经一无所知了 你不是转化过许多墨图 他们难道没给你提供什么情报 墨的力量虽然无所不能 却带不来我想要的信息 杨开沉默了片刻 这才开口道 三千世界 浩瀚乾坤 大小势力无数 不过皆以三十六栋天 七十二伏地为尊 这一百零八家势力 是最顶尖的势力 强者层出不穷 这些情报也算不得情报 是最基础的信息 所以杨开也不担心会暴露什么 墨足亨道 一群跳梁小丑 也敢妄自尊大 真是可笑 杨开不理他 继续道 他们是这浩瀚乾坤的统治者 也是守护者 三千世界的安定 少不了他们的付出 令人敬佩 墨足冷笑不迭 揪战却朝罢了 愿闻其详 墨足哼了一声 虽然知道杨开在套自己的话 但他显然并不介意透露一些情报 这浩瀚乾坤原本是墨足的 你们这些人 不过是墨足圈养的牲口和奴隶罢了 表面佯装温顺 却有反骨之心 抢夺了属于墨足的一切 将我墨足驱赶至这环宇的边缘地带 早晚有一天 墨足会重新杀回来 夺回原本的一切 杨开咒了咒 这世上除了你 还有别的墨足 墨的力量 永恒不息 墨足傲然道 杨开不止一次从墨徒们口中 听到过那句类似信仰的话语 墨将永恒 如今看来 这句话显然是出自墨足本身的信念 眼前这个王足便坚信 琢磨的力量 永恒不息 而他口中透露出来的另外一个信息 更让杨开在意 墨足被赶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不知道 墨足不打反问 杨开摇了摇头 你们的事情 大多数人从未听闻 只有动天伏地的强者们有所知晓 我也是最近几百年 才知晓你们的存在 呵呵 墨足忽然倾笑起来 你们忌惮墨足 所以才会将消息封锁 你们也知道自己 终究不是墨的对手 等着吧 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到时候 这浩瀚还宇 将再次成为墨的领土 他的话语中满是自信 杨开无动于衷 上古时期 无被舞者能将你们赶走 如今就能你们彻底灭绝 大言不惨 墨足痴之以鼻 杨开不再多言 默默地恢复自身伤势 虽然从这个墨足口中 探听了一些消息 但他本身也被囚禁了无数年 对外界了解不多 他所知道的 也仅仅只是上古时期的一些情报罢了 真如他所说的话 那在上古时期 这乾坤便是墨足的乾坤 墨之王座下 一切皆为蝼蚁 都是墨足圈养的牲口和奴隶 生杀于夺 但众多生灵 都怎会忍受这样的事情 无数年的积累 无数年的反抗 终于获得了自由 或许有无数的大战 或许有无数先辈的死亡 终于将战胜了墨足 将他们驱逐到了未知之地 三千世界迎来了持续至今的平和 与墨足的相处极为怪异 两者皆都想斩杀对方 却都无能为力 时而心平气和的聊天 时而刀光剑影的袭杀 杨开的伤势反反复复 墨足的力量也难以聚集 净化之光 每一次自杨开手中打出 都能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楚 杨开感觉自己真的被遗忘了 他默默计算着时间 自他主动请阴踏进这囚龙 至今差不多已有十年 但动天伏地 却没有半点来营救他的意图 他知道动天伏地的忌惮 所以并无抱怨 只是长时间与墨足的对峙 让他看不到希望 他所能做的 仅仅只是不断地削弱墨足的力量 然而 彼此实力差距太大 却根本无法将之斩杀 十年后的某一日 正在疗伤的杨开 忽然听到一声奇异的声响 这声音隐约有些耳熟 似乎什么时候听到过 但不等他想得明白 墨足的袭杀便已到来 死亡的气息当头照下 杨开连忙躲避 身形还没站稳 另一道杀鸡已经从侧旁袭来 杨开瞬间怒目圆瞪 空间法则凶猛催动 咫尺天涯秘术铺展开来 虚空被扭曲拉伸 然而在那 狂暴的力量之下 咫尺天涯秘术瞬间被破 好在有这么一点时间的耽搁 杨开已经有了喘息之机 苍龙枪祭出 一枪朝侧面倒去 狂暴的力量袭来 佩然没欲 杨开身形狂震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才勉力支撑下来 五脏六腑翻滚不定 眼前惊心乱冒 杨开却不敢有半点松懈 借助反正的力量 退回囚龙的边缘处 算你好运 莫族的语气透着浓浓的愤痕和不甘 虽然有时能如老友一般 跟杨开闲聊 甚至偶尔还会哼着歌谣让他倾听 但莫族从未断绝击杀杨开之心 但凡有点机会便会突然袭击 这一次的机会实在难得 可惜杨开反应太快 手段也是极为了得 竟让他躲过一劫 杨开不语 手中净化之光再次暴涨成一轮小太阳 直朝莫族所在之地轰去 两道寒光展来 那小太阳还未及莫族之身便被当空展爆 净化之光爆散 照耀着囚龙的每一寸空间 虽然还有净化之效 驱散了无尽的黑暗 甚至让莫族身上的莫色也蒸发不少 却没给他造成太大的伤害 杨开的眼帘微微缩了一下 借助那短暂的明亮 他看到了莫族竟有两只长族获得的自由 他总算明白方才听到的怪异声响到底是什么了 那是秘书锁链蹦断的声音 他在刚进这囚龙没多久的时候 听到过一次 这十多年来 莫族虽然一直在切割着秘书锁链 但始终没有进展 杨开也没想到 那锁链居然再次断裂了一根 让他又恢复了一些自由 是他本身努力的结果 杨开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 那秘书锁链的源头 是笼罩整个黑暗的超级大阵 超级大阵不破 这秘书锁链永远也不会断裂 之前断裂了一根 是因为超级大阵的威能被削弱的缘故 如今又断裂一根 恐怕也是同样的原因 超级大阵的威能 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削弱 除非人为的破坏 想到此处 杨开隐约猜到了 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让他精神一阵 自己并没有被抛弃 动天伏地的强者们正在想办法 超级大阵威能的减弱 便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这样一来 自己的日子 只怕会越来越难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超级大阵的威能会越来越弱 而莫足能发挥的实力 就越来越强 真到那个时候 自己拿什么抵挡 或许在动天伏地的强者杀来之前 自己就已经死与莫足之手了 他心中立刻生起一种浓浓的危机感 黑狱中矿星无数 每一颗矿星都 可能孕育了极为丰富的修行资源 若是让某一家势力来开采 或许要花上数万年 甚至更久 也没办法开采干净 但各大洞天伏地每一家都参与其中 少则出动数百人 多则上千人 速度自然自然非比寻常 想要破解超级大阵 其实只需要将那一颗颗矿星烘碎就可以 如此一来 事情就简单得多 也迅速得多 不过为了配合百年大计 洞天伏地 还是按部就般的开采着矿星 海量的黑石 不断的被送去灵霄宫 短短十年时间 灵霄宫那边积累的资源 已经难以想象 不过好在 之前有过约定 又有莫足这等大敌 洞天伏地 倒是没有做出什么贪莫之事 所有的上品开天 无论是七品还是八品 都在紧急闭关 不惜资源地 在自身小乾坤内 培育玄英竹 大家都知道 一旦将那莫足放出来 必定会有一场大战 而玄英竹 便是对抗莫之力最好的宝贝 关键时刻 或许是能救命的 正是因为培育玄英竹 需要消耗时间 所以 动天伏地 才会制定这个百年计划 十年又十年 黑玉中的矿星 持续不断的减少 充斥着黑玉的阵法 也一点点地被破解 超级大阵的威能 不断的被削弱 随着百年期限的不断逼近 每个人似乎都能感受到 那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息 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不知道超级大阵 到底被削弱成什么样子了 但身处囚龙中心地带的阳开 却是感受的极为明显 囚龙之中 阳开已经无法维持人身 早已划出龙形 他不过六品开天 这样的修为 面对一个被囚禁多年的莫之王族 实在有些不够看 随着超级大阵威能的减弱 莫族的力量也越来越强大 阳开不得不以龙身应对 两千丈巨龙之身 堪比七品开天 如此方能保全性命 但依然不过是苟延残喘 莫族的每一次出手 他都抵挡得极为艰辛 几乎刺刺受伤 若非依靠龙身和不老术的强大恢复之力 早已支撑不下去 本章完 第4944章 脱困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五炼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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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变布大大小小的伤口 许多地方连龙鳞都已经脱落 让化作龙身的阳开 看起来狼狈不堪 纵然有堪比七品开天的实力 在这样一个莫治王族的面前 也依然利有不歹 阳开默默地忍受着 计算着 最初的时候 在超级大阵的风阵之下 共有十二道锁链贯穿了莫族的身躯 将他牢牢地锁死在囚龙之中 让他连动一下身子 都是奢望 然而随着这些年超级大阵微能的减弱 先后已经有十道锁链蹦断 如今只剩下最后两道 还发挥着作用 牵制着墨族的行动 这两道锁链消失之时 便是墨族脱困之日 数日后 又一道锁链自行断裂 超级大阵的微能 已经被削弱到了最极限的程度 墨族忽然安静了下来 无数年的禁锢 终将迎来自由 墨族的反应 却极为古怪 他不再对杨开发起偷袭 只当囚龙之中 没他这个人似的 就连以往的喋喋不休 也消失不见 他再继续力量 杨开对此心知肚明 他也知道 超级大阵一旦被破 他就要面对那些 来自洞天福地的强者们 所以趁着这最后一点时间 积累自身的实力 杨开迎来了难得的安全时期 至此之时 他应该尽最大可能的 削弱墨族的实力 唯有如此 待墨族脱困的时候 才不至于有太强的实力 但他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 他也需要积累力量 否则等墨族脱困的第一时间 他恐怕就要遭遇不幸 他得先自救 如今这局势 唯有尽快晋升七品 才有可能逃过一劫 这些年 杨开虽然一直在与墨族对峙 没有功夫修行 但体内小乾坤中圈养的无数生灵 却无时无刻不在 助他增强自身的抵运 小乾坤的抵运 应该已经足够了 如今所欠缺的 只是契机 他小心翼翼地恢复了人身 警惕着墨族的动静 随时准备龙化对抗墨族的袭杀 好在他的担忧是多余的 墨族真的安静了下来 没有任何对他不利的动作 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一边警觉 一边默默地寻找晋升的契机 老板娘当初在虚空地闭关了数百年 才得以从六品开天 晋升七品 老板娘的资质是不差的 连他都如此 可想而知 晋升七品的艰难 事实上 六品与七品是天与地的区别 六品虽然也不俗 算是开天镜中的佼佼者 但小乾坤依然只是虚幻 而七品就不同了 小乾坤已经由虚化时 是一种质的变化 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开天镜 卡在这一关卡 不得寸进 并不是说 直进五品的开天镜 日后一定能够晋升七品的 只是有这个可能而已 从六品到七品的突破 有着巨大的凶险 积累不够 悟性不足的话 强行晋升 只会有生命的风险 杨开感觉自己的积累 应该是足够了 早在数百年前 他就有闭关冲击七品 开天的念头 只是因为各种事情 有所耽搁 如今却在莫足的威胁下 不得不努力完成这个当初没能完成的目标 杨开也只能感慨一声 造化无常 命运弄人 结果却让他失望 他迟迟感应不到晋升的气急 莫足在一旁虎视眈眈 随时可能给他致命一击 杨开分心二用 又如何能够专心突破 几乎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 但是当那熟悉的异响传出时 杨开却立刻反应过来 数年已过 超级大阵已被彻底破解 而莫足也真正获得了自由 最危险的时刻到来了 他感觉到了 莫足急需起来的庞大力量的复苏 那恢弘的意志 瞬间从沉眠恢复到了顶峰 让整个囚龙都瑟瑟发抖 一瞬间的迟疑 便是生与死的差别 金屋的提名声骤然响起 大日月初之时 光芒照耀天地 紧随着大日之后 清冷的圆月冉冉升起 月华清晰而下 如美人的秀发 无孔不入 日月齐灰 时间法则流淌开来 空间法则同时催动 与时间法则交汇融合 化作一股全新而悬傲的力量 大日和圆月交错而去 如陀螺一般旋转着 直朝莫足所处之地轰去 日月神轮 这是杨开所参悟的 微能最强大的秘书 曾凭这一秘书 杨开曾以六品开天之身 一人扫平了 无影洞天中的悬崖山 更凭此秘书 以若敌强 打伤了七品开天左拳灰 时空之力 是极为玄妙的力量 即便是杨开如今 也只得皮毛 没能参悟透彻 墨足尖锐的笑声响起 充满了得意和暴力 无数年的囚禁 如今终于获得自由 这确实是一件 让人心情愉悦的事情 风锐的长族 直朝日月神轮斩下 这足以让七品开 天都重创的强大秘书 对墨足竟是半点效果 也无 长族之下 大日暗淡 圆月崩灭 时空之力一散 然而紧随在日月神轮之后 又有一轮耀眼的小太阳 突兀呈现出来 那是纯净到不掺杂一点杂志的 净化之光 既然知道彼此的实力差距巨大 杨开又怎会将希望寄托在 自己所创建的秘书之上 日月神轮 不过是一个幌子 真正的杀招 是隐藏在神轮之后的 这一道净化之光 这才是克制墨足的杀气 墨足显然没有料到 杨开如此奸诈 一瞬间的迟疑 如小太阳般的净化之光 已突破了他的封锁 重重地轰击在他庞大的身躯上 光芒驱散了黑暗 在墨足身上留下一个巨大的坑洞 从那坑洞之中 有浓墨般的液体流淌出来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的同时 墨足嘶声怒吼 我要你死 那破开日月神轮的长足 朝杨开当头披下 封死了他所有的后退路线 杨开对此早有准备 在打出日月神轮的同时 便以身形化龙 两千丈龙躯身上 龙鳞覆盖 化作最坚固的防护 即便如此 当那长足展来时 杨开也是龙鳞翻飞 鲜血剑舍虚空 下半龙身立刻出现 一道十几丈长 身可见骨的伤口 几乎被斩为两截 虽死里逃生 但墨足显然没打算 就这么轻易放过杨开 更多的长足从不同的角度展来 杨开顿时面如死灰 这一下 纵然是他已经化龙 恐怕也抵挡不得了 而身处在这囚龙之地中 即便他想躲避 也没办法做到 空间法则凶猛催动 将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动天伏地的强者们身上 结果没让他失望 以往牢固的不漏一丝缝隙的囚龙 此刻竟然有所松动 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超级大阵已经被彻底破解了 这囚禁着墨足的囚龙 自然不再是圆润无瑕 这上百年间 杨开无数次悄悄催动空间法则 想寻找囚龙的漏洞 却一无所获 直到此刻 龙尾迅速甩动 狠狠砸在囚龙那无形的屏障之上 下一瞬 仿佛破开了一个新天地 囚龙之地被彻底打破 一道又一道强大的气息 立刻印入阳开的感知之中 与此同时 无数道身影从自己身边窜出 瞬间拦截在自己前方 那一道道身影 皆都流露出 八品开天的强大气息 轰轰轰的声响传出 狂暴的能量爆开 展向阳开的长足被一一拦下 有人闷哼 有人冷笑 一瞬间的激烈交锋 整个世界安宁下来 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早就在外面准备着 也在尝试破开 这最后的囚龙 阳开的凶猛一击 给他们省了不少事 也救了自己一命 否则真要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出手破开囚龙的话 最起码也要耽搁几夕时间 不如阳开催动空间法则来的迅捷 此时此刻 阳开眼前惊心乱冒 还没从死里逃生的遭遇中回过神 却感觉有人忽然站在他头上 小子 还活着呢 六目的神君 从头顶上传来 阳开晃了晃脑袋 温身回道 侥幸不死 六目黑黑一笑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我们这些老家伙了 你好生休息吧 阳开默了默 道 诸位前辈小心了 他自称默之王族 不知是什么来头 六目神君嘖嘖一声 虽然早有猜测 可听到你这么说 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 顿了一下 他宁声解释道 所谓王族 可是相当于无备中的九品开天 九品开天 阳开闻言心头一领 虽然默族被囚禁了无数年 绝对不可能有巅峰的实力 这百年来 更是被自己不断以净化之光削弱力量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谁知道他能发挥出多强的实力 想想这百年时间 自己竟跟一个堪比九品的默之王族 共处一个囚龙之中 阳开不免有些后怕 本章完 第4945章 维公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咱们有九品吗 阳开问道 咱们哪有九品 六目撇撇嘴 阳开愕然 这跟他想的可有些不太一样 一百多家洞天福地 无数年岁月的积累 他原本以为 每一家洞天福地 都最起码有一位九品开天坐镇的 但事情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黑狱中的默族危险至极 洞天福地 若是真有九品开天的话 势必不会坐视不管 不管出身哪一家 定会前来此地处理 唯有如此方能确保绞杀默族的顺利 可直到这个时候了 也不见九品开天在踪影 六目更是给出了那样的说辞 换言之 洞天福地 恐怕是真的没有九品开天的 可是这怎么可能 无数年的传承积累 难道就没办法 让这么多洞天福地 诞生一位九品 直径七品的天之骄子 虽然稀少无比 可总还是有的 他们当中 难道就没人成功晋升到九品之境 杨开有些想不明白 不过这个时候 也不是考究此事的时机 宁神望着莫族所处之地 杨开问道 能打得过 打不过也要打 六目沉生道 黑玉已经被彻底封锁了 在这一战结束之前 没人能离开黑玉 洞天福地 显然已抱有破釜沉舟 不成功变成人的念头 黑玉被彻底封锁 就算这一战败北 莫族也将永远被困在黑玉中 无法离开 杨开心头微尘 洞天福地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莫族的强横 一二三 那边莫族轻轻地数着数 声音悦耳 忽然娇笑起来 算了 人太多不数了 全杀光就没了 人确实很多 而且全都是七品和八品开天 修为不到七品者 是没有资格踏足这片战场的 洞天福地的七品八品汇聚 足有上千人之多 要知道 这每一个都是上品开天 无论哪一个 都经历了无数岁月的修行 随便拉一个出来 都足以得到世上大多数人的敬仰 上千人化作一百多个方位 在自家八品太上的带领下 将莫族团团包围 每个人的表情都凝重至极 一双双目光 打量着那如巨大蜘蛛一般的莫族 他们这些人 虽然早就知道莫族的存在 但迄今为止 还是头一次真正见到莫族 所见到形象 让他们稍微有些意外 很多人本以为这样邪恶的存在 应该更威猛一些才对 可如今看来 却是如此丑陋憎恶 先去疗伤 稍后或许有你出力的地方 六目轻轻踩了下阳开的脑门 身形晃动 来到精灵福地众强者守护封锁的区域 渊庭越智 站在了最前方 阳开收了龙身 急速后退 老板娘从后方前来接应 彼此照面 蓝忧若目光盯在阳开的腰腹处 那里有一道巨大的伤口 伤口处漆黑的力量如动 阻扰伤势的愈合 鲜血依然在流淌不止 蓝忧若伸手将她扶住 领着她朝后方撤离 关切道 怎么样 还行 阳开回了一句 又担忧道 我们的人呢 全都撤出黑狱了 如今黑狱之中 只有上品开天 其他所有人都提前离开了 阳开微微点头 上品开天之下 是没资格参与这一场大战的 留他们下来 只会给墨族可乘之机 一旦他们被墨之力沾染 就会化作墨图 到时候 会分散洞天伏地强者们的注意力 提前撤离是最好的办法 两人一路退至相对安全的位置 这里有矿星破碎后留下的废弃灵粥 阳开闪身过去 寻了一块地方 盘膝而坐 左手亮起黄色的光芒 右手亮起蓝色之光 阴阳交汇 净化之光朝伤口处笼罩 小乾坤有天地全风阵 那墨族即便再强 也无法撼动他小乾坤分毫 但被墨族打伤的地方 却是有浓郁的墨之力轻蚀缠绕 须得先将这墨之力驱除掉 伤口才有愈合的机会 阳开在囚龙之中 与那墨族对峙了上百年 期间无数次被打伤 对如何处理伤口 已经驾轻就熟 净化之光下 血肉翻卷的伤口处 有黑烟冒出 化作虚无 少请 墨之力被驱除干净 阳开这才催动墨行之力 修补自身的创伤 脱困之前 墨族那凶猛一击 不可谓不残暴 阳开纵然化作龙身 也几乎被斩为两劫 能够死里逃生 全是侥幸 如今想要恢复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他在囚龙之中 与墨族对峙百年 无时无刻不保持着警惕 身心疲惫至极 确实需要好好恢复一下 剧烈的能量波动 忽然从极远的位置处传来 一并传来的 还有不断闪烁的耀眼光芒 开始了 阳开呢喃一声 抬头朝战场那边望去 距离不近 看不到太多的东西 他只知道 在某一瞬间 上千位上品开天一起出手了 一道道秘书神通 画作五颜六色的光芒 铺天盖地地朝墨族那边涌将过去 在他抬头的时候 墨族所处已被耀眼光芒淹没 即便隔着很远的距离 阳开也能感受到 那每一道神通秘书中 蕴藏的强大威能 这世上 恐怕也就只有墨之王族 才值得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如此认真对待了 毕竟 那可是堪比九品开天的存在 没人能在这样的攻击下幸存 墨之王族也不行 阳开几乎以为 胜负要在这一瞬间出现 但出乎他的意料 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一波攻击未平 下一波攻击又起 一波又一波 根本没有半点停手的意思 阳开得以见识到 每一家动天伏地的精妙神通 那每一道神通都极为玄妙 让人看得目眩神迟 但他的信心 却一点点跌落 光芒淹没之地 有巨大的墨色盘根 无论那神通的光芒多么耀眼 竟也无法驱散这浓墨的笼罩 墨族的声音响起 痛楚中伴随着讥讽 响彻乾坤 你们这些牲口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比起你们的先辈 你们可差得太多 化落之时 一便突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包围墨族那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四面八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骚乱 完整的阵型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破绽 下一瞬 杨开眼帘骤然一缩 他看到了一位上品开天的头颅 忽然高高飞起 紧薄处一腔热血 如喷泉一般喷涌而出 鲜血浇了附近同伴一头一脸 那同伴扭头望来 似有些没反应过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 虽然因为隔得太远 杨开看不清那人脸上的表情 但却能猜出他的惊恶和茫然 还有人忽然四分五裂 化作一块块碎尸 更有人直接包围一团血污 死无全尸 刹那间的变故 十多人陨落 这可都是上品开天 每一个都是花费了最起码数千年光阴 才能有今日的修为 然而今时今日 他们却仿佛被收割的稻草一般倒下 杨开心有余悸 没了超级大阵的牵扯和束缚 莫足发挥出来的实力 远超他的想象 百年对峙期间 莫足若有如此本事 他恐怕早就死了 上品开天死后 自身的小乾坤遗留了下来 化作乾坤伏地 按道理来说 这些乾坤伏地的门户 是隐蔽在虚空中的 除非有人知晓位置 又或者因为某些原因门户打开 否则很难寻觅 但此时此刻 这些因为上品开天陨落的小乾坤门户 却在莫名的力量下轰然动开 小乾坤中蕴藏的天地伟丽 竟化作肉眼可见的巨大能量 奇迹朝莫足那边涌去 被他惊吞入腹 杨开一颗心 猛地往下沉去 他想到了当初莫徒们自杀式的冲锋 那些莫徒秀为不高 只有三品四品的境界 但却是在莫之力的召唤下 成群结队地跑到求容之外 义无反顾地冲进阵法中自语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给莫族提供恢复的力量 他们死后 小乾坤崩散溢散出来的天地伟丽 是莫族耐以恢复的口粮 在鸾白凤原先的计划当中 他会花上几十上百年时间 召集来自各地的开天静门 一边开采矿星 破坏超级大阵 一边让莫徒们 自云给莫族提供恢复的力量 只可惜 这个计划被杨开破坏 还没来得及实施太久 便夭折 而如今 那瞬间死去的十几位上品开天 无疑帮了莫族的大忙 一瞬间的骚乱之后 诸多上品开天的阵型混乱起来 几乎每个人都在各自为战 阳开看不清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上品开天 给他的感觉 却像是在无形的敌人争斗 打得水深火热 少请 又有数名上品开天陨落 更有大片大片的灵州凭空出现 而那灵州之上 皆都有莫之力盘踞 那浓墨般的力量如动不休 看起来是如此的显眼 很快便将灵州化作莫色 有上品开天 割舍了自己小乾坤的一部分 而且 数量还不少 若非逼不得已 上品开天们 绝不会如此行事 小乾坤一旦被割舍了一部分 那就意味着自身底蕴的永久缺失 如此一来 实力下跌还是其次 五道再无办法有所寸境 才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会如此行事 就意味着 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 本章完 第4946章 损失惨重 小说 无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换言之 有上品开天的小乾坤已被莫之力侵蚀 必不得已割舍了自身小乾坤的一部分 唯有这般壮士断腕 才能保全自身 这百年来 动天伏地的所有上品开天都在闭关 培育悬音竹 每个人都大有收获 悬音竹位列 乾坤十二小柱之一 对上品开天有极大的帮助 尤其是在对抗莫之力这件事上 但即便是有玄音竹镇压小乾坤 这些上品开天依然无法抵挡莫之力的侵袭 可见 这莫之王族的强大 好在局面虽然糟糕 却没有到最恶劣的程度 诸多八品态上 依然完好无损 周身世界伟力震荡 又有玄音竹守护 不予有被莫化的风险 阳开收回目光 闭上了眼睛 抓紧时间恢复自身 本以为很快就能奋出胜负的争斗 已经朝着所有人都意料不到的方向进展 此战之后 洞天伏地 不知会有多少折损 时间一点点地流逝 阳开脸上的焦急 逐渐平和下来 他心里清楚 如今这局面 自己再急也没用 赶紧恢复 才是最紧要的 足足两日之后 阳开才睁开眼帘 懒忧若苦等多时 在阳开睁眼之时 便扭头望来 好了吗 阳开起身 点点头 别离我太远 蓝幽若撇撇嘴 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才对 他是七品 阳开只是六品 这样的战场上 理当由他来保护阳开 两人相视一笑 化作流光 朝那战场上冲去 两日过去 此刻战场上的局面 愈发混乱了 阳开放眼望去 只见动天伏地的上品开天数量 似有极大的减少 最起码少了有两百人左右 这样的折损实在令人震撼 而且他竟还看到许多上品开天同事操歌 正在对着自己的同门凶猛袭杀 这些人显然已经被默化了 面对这些被默化的同门的攻击 还保持理智的上品开天们束手束脚 所以尽管被默化的上品开天数量不是很多 却将整个战场搅得一片混乱 阳开来的正是时候 六目神君远远的便察觉到了阳开的气息 憋屈了两日的心情终于得以爆发 凶猛一掌朝附近一个被默化的弟子轰去 那默图面对自家太上的攻击 竟是不闪不闭 一副同归于尽的架势 六目破口大骂 小兔崽子胆子推肥了 老子你也敢打 话落之时 一掌印在对方胸膛 天地伪力宣泄而出 那默图顿时如遭雷势 整个人都僵直了片刻 趁此良机 六目手掐法绝 在他身上连拍竖掌 彻底将他禁锢 下一瞬 一把抓住这人 掉头朝阳开迎来 少请 双方照面 六目一言不发 直接将那默图丢给阳开 而阳开也早有准备 手中一道净化之光 直接朝着默图笼罩过去 痛楚的神色 自默图脸上浮现出来 但随着默之力被驱逐 那痛楚也逐渐柔和起来 不过片刻功夫 被默化的上品 开天眼神便已恢复了清明 他没有忘记之前发生的事 脸上一片羞愧 六目去而复返 手中又提着一个默图 阳开见状哭笑不得 他急急忙忙地恢复赶来 本想参与这一场大战 毕竟他所掌握的净化之光 是默之力的克星 有他的加入 或许能给洞天伏地 带来一些改变 可看六目这架势 是要把自己当成后勤医师了 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 如今放眼 这整个乾坤 能驱散默之力的 也只他一人 六目将手中默图 抛给阳开 又解除了第一个默图的禁止 冲那人骂道 滚回去 给我小心点 若被默之力侵蚀 赶紧过来找杨小子 是 第一个被救回来的默图领命 转身冲回战场中 靠你了 六目冲杨开点头 再度杀回战场中 一个又一个 默图被他送过来 由杨开出手净化 许多被默之力沾染 还保持着一定理智的上品开天 更是主动地朝这边冲来 向杨开寻求帮助 净化之光不断地亮起 默之力不断地被驱散 杨开一时间竟有些忙不过来 他并没有放松警惕 这些被默之力侵蚀的上品开天 是否已经彻底转化为默图 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越是默图 越是精通伪装 所以 当他出手为某一位上品开天 净化默之力 此人抱起发难时 杨开一点也不意外 这位七品开天 也不知出身哪家洞天福地 实力相当不俗 书一出手便是威能巨大的神通 杨开瞬间祭出了苍龙枪 一枪朝前倒出 天地伪力席卷而来 杨开一枪捅在他的肩头上 这默图却是不管不顾 一副是要将杨开避于掌下的架势 蓝优若一直守护在杨开身边 对每一个主动前来 寻求帮助的上品开天 都抱以警惕之心 杨开出手的同时 他也出手了 千千御掌中 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狠狠轰击在那默图的身上 和两人之力 默图被打飞 杨开匆忙抽身后退 不远处 一到流光朝这边急驰而来 赫然是再度前来的六目神君 远远见得这一幕 六目牙子欲裂 人未知 怒吼声响起 小兔崽子你敢 那偷袭杨开的默图 大概也知道自己再没机会出手 竟是毫不犹豫 自抱了几身 而在他有意的引导之下 他死后 小乾坤骤然扩张开来 充斥着小乾坤的默色力量 充斥了弱大一片虚空 六目连忙止步 一脸凝重地望着那被默之力 充斥的小乾坤 他虽是八品开天 又有玄英竹守护小乾坤 但也不愿意沾染 这诡异的力量 让他稍稍安心的是 少请之后 杨开已带着蓝幽若 从那小乾坤中冲杀了出来 净化之光将两人笼罩着 不受莫之力半点侵蚀 轰轰轰 一声声爆裂的声响传出 六目扭头望去 脸色愈发凝重 战场之中 原本还剩下十几个默徒 而此时此刻 这十几个默徒 竟不约而同地自爆了 所有人的小乾坤 都破碎开来 整个战场煞时间 变得一片混乱 被无数破碎灵州充斥 而那一块块灵州之上 更有浓墨般的墨之力盘踞着 反倒是这些默徒死后 小乾坤中的天地伟丽 被墨足惊吞入口 六目将手中提着的 最后一个默徒交给杨开 一瞬间 神态像是苍老了数百岁 此战至今 洞天伏地折损的人手 已有两三百人 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都是欺品 每一家都损失惨重 虽然他们也对墨足 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但想要杀他 也不知还要付出多少 可这就是洞天伏地 自古以来所肩负的责任 当这浩瀚乾坤遭遇危机之时 所有人都可以躲避 唯有他们得逆流而上 直营浩劫 高高在上 无可撼动的地位 也意味着 常人能以背负的责任 将整个黑玉彻底封锁的时候 洞天伏地的八品太上门 就已经做到了打算 即便所有人都战死在黑玉中 也要将墨足剿灭在此 该你出手了 六目扭头朝阳开望来 阳开将那墨土体内的墨之力 净化干净 微微汗手道 义不容辞 残酷的战场 让阳开心头凛然 这才深刻领 会到一个墨之王族的强大 在囚龙中与之共处百年 还能安然无恙 完全是超级大阵 限制了他实力的发挥 而如今 即便是被囚禁了无数年 实力位置巅峰 也依然在上千位上品开天的围剿下 杀戮无数 阳开难以想象 若是他恢复了巅峰之力 又该是何等光景 暗暗警惕的同时 对那传说中的九品 开天更生向往 九品开天 足以媲美墨之王族 跟紧我 六目道了一声 率先朝战场冲去 阳开与兰幽若 紧随其后 在远处观望的时候 阳开无法看清战场中的一切 真正踏足其中 才领会到这里的步步杀鸡 若大一片虚空 方圆万里之地 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张巨大的珠网 那珠网的中心 便是墨足盘踞之地 珠网的每一根蛛丝 都是由浓墨般的墨之力凝炼而成 落在这网中 所有洞天伏地的强者们 都如即将被捕食的虫儿一般 这是墨足的主场 在这珠网覆盖的范围内 他足以主宰所有人的生死 那一根根墨之力凝炼的珠丝 仿佛活物 时而弹跳切割 不时便有人因此而受伤 阳开总算明白 两日前看到的一幕 是怎么回事了 诸多上品开天们 显然从未有过与墨之王族争斗的经验 所以 对这忽然出现的珠网毫无防备 珠丝切割而来的时候 十几位上品开天 当场陨落 而被蛛丝伤及之人 伤口上便被沾染墨之力 所以 即便在场的所有上品开天 皆有玄音竹镇守小乾坤 也依然不免被墨化的命运 玄音竹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抵挡墨之力 却没办法如天地权那样彻底免疫 顶多也就是拖延被墨化的时间 没有太多要目的神通秘书 所有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朝墨族冲杀 却每每被那一道道蛛丝所足 真正冲杀到墨族身边 与他不断争斗的 只有少数一些人 本章完 第4947章 万法不清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墨墨 墨族巨大的身躯上 伤痕累累 洞天福地上千位上品开天 与他争斗良久 虽损失巨大 但也并非毫无收获 那一道道伤口中 流淌出浓墨般的液体 貌似是墨族的鲜血 墨族原本翘立的脸庞 此刻净显猙獰 疼痛和愤怒 让他看起来愈发丑陋 杨开疏一踏足战场 便引起了墨族的注意 百年来 他所掌握的净化之光 可是让墨族吃了不少苦头 此刻仇视的目光 似即将喷发的火山 蕴藏了无穷木燕 六目神君一马当先 急前冲去 争鸣声响起 蛛丝弹跳 化作风锐利器 切割虚空 让那前方的道路 化作荆棘死欲 一道道神通秘术 自六目神君手中轰出 天地伪力激荡 威能无穷 扫清前方障碍 墨族显然也意识到了 六目的打算 这明显是要给 杨开出手制造机会 当即冷笑一声 痴心妄想 他微微扬起头颅 长族舞动 遥遥对准了六目 那长族上的道沟 弯如阴爪 一道黑光迅如闪电 自道沟中穿射而来 六目魂没想到 墨族竟还有这本事 这数日争斗 他可从未施掌过 一时不察 想要抵挡 已经有些来不及 匆忙间侧了下身子 那黑光擦着他的肩膀打出 六目却如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跳了起来 并指如剑 切去自己肩头上的血肉 那血肉在虚空中 便被浓墨如火焰般的力量 烧成灰烬 肩头上一片鲜血淋淋 疼痛袭来 六目却似毫无察觉 只是扭头朝阳开望去 见阳开依然紧紧跟在自己身后 没有半点损伤 这才放下心 小心 阳开出口警示 六目脸色变时 更多的黑光自墨族那边打出 眨眼就到近前 六目牙子欲裂 怒吼一声 一道巨大微额的身影 忽然自身后浮现 那仿佛是一具铁甲金人 威风凛然 那铁甲金人高石树杖 浑身都被金甲覆盖 不露丝毫缝隙 也看不清面容 手中 持着一柄长长的斩马刀 刀上光芒四溢 似能斩尽天下妖邪 这赫然是六目的神通法香 身为八品开天 六目神君自然是有属于自己的神通法香 不过等闲时候 也不会轻易催动 因为这是他最强大的一招 也是拼命的招数 可是在墨族强横的攻击下 他不得不动用这一招 六目整个人都与那金甲巨人融为一体 斩马刀朝前挥动 挡下一道道袭来的黑光 每一次触碰 金甲巨人都是浑身震动 步履后退 三两席的功夫 金甲巨人以后退数十丈距离 那袭来的黑光却死无穷无尽 金甲巨人再抵挡不住 眼看黑光便要将金甲巨人打得支离破碎 四周两旁一道道身影骤然杀志 每一道身影都是动天伏地的八品台上 玄妙的神通秘书齐出 何十多人之力 总算将那黑光拦下 六目扭头四望 冲众人微微汗手 一马当仙 如冲锋陷阵的大将军冲在了最前方 十多位八品化作两翼 将杨开护在正中心 轰隆隆朝前推进 墨族的强大深入人心 也让所有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领教了王族的恐怖 他孤身一人 与上千位上品开天争斗 却依然凶猛如斯 黑光不断弹跳穿射着 却都被八品太上们联手化解 彼此距离越来越近 那一根根如鬼魅般袭杀而来的蛛丝 也阻挡不住众人的步伐 蓝幽若早已脱离了队伍 他也猜出了这些八品太上们的打算 没跟过去拖后腿 只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 轰出一道道神通秘书 朝墨族巨大的身躯上打去 他并非孤身一人 身旁还有许多动天伏地的强者 而且 如今护着阳开的十多位八品太上牵扯了墨族大部分注意力 所以 其他人的处境相对来说还算安全 墨族的脸上 有那么一丝丝慌乱的神色 显然也是 回想起了净化之光的厉害 尤其当阳开开始吞噬小乾坤中黄金和蓝金的力量 左右手各自亮起不同的光芒之后 这慌乱就愈发明显了 六目神君将这一丝慌乱 挡成前驴技穷的征兆 领着众人冲得越发迅速 一往无前 漠然间 墨族的嘴角勾勒出一丝残酷的冷笑 他的额头上忽然裂开了一道缝隙 那缝隙似一道树立的铜人 净显妖艺 一道笔墨之力 还要浓郁的墨色光芒 自那树人之中打出 眨眼便到近前 六目神君等人 脸色大变 魂没想到 墨族竟还有如此神通 他们没从那墨色光芒中 感受到什么威胁 却本能的有一种 大事不妙的直觉 墨色光芒 并没有针对某个人而去 但在抵达众人眼前时 却是忽然炸开 化作一张墨色巨网 那往封天锁地 当头朝众人照下 所有人都躲避不开 这瞬瞬间 八品开天的天地伟力宣泄而出 一道道神通法香 此起彼伏的亮起 诸多八品 再不敢有任何保留 在第一时间 催动了自己最强大的秘书 朝那墨网拦截 墨网坚韧无比 竟是万法不清 骤然收缩间 所有人都被多进了网中 十几位八品开天的心 直往下沉 更有人惊叫一声 坏了 墨色巨网 明显也有墨之力的特性 不但丰锐 还有极强的轻实力 当众多八品被兜住之时 便第一时间感觉到了疼痛 身躯被网丝切开一道道伤痕 墨之力顺着伤口侵入体内 墨足收网 众人身形不由自主地 被拖拽了过去 附近的上品开天们 眼见此景 自然是急忙出手营救 却是毫无效果 被束缚的众人 更是难以自救 所有人都贴在一起 不管怎么做都有误伤的风险 一时间 竟有些无计可施 墨足尖锐的笑声响起 随着巨网将众人拖拽 他那鼓鼓囊囊的腹部 竟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裂缝两旁布满了巨齿般的獠牙 仿佛他的肚子 是另外一张嘴巴 可以吞噬万物 纯净的净化之光 便在这一刻绽放微能 如太阳般升起 瞬间将所有 被捆覆的八品 开天笼罩 那连神通法相都无法破坏的巨网 此刻竟像是胶阳下的雪花 迅速融化 连带着诸人伤口处萦绕的墨之力 也被驱散得一干二净 墨足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 他并非不知净化之光 对对自己力量的克制 但在与阳开相处百年的过程中 他觉得自己已经大致琢磨出 净化之光的微能了 那东西虽然了得 可不至于强到这种程度 他却不知 阳开在与他相处的百年光阴中 所施展出来的净化之光 基本上都是吞噬了六品之下的 黄金和蓝金吹动出来的 毕竟要打持久战 阳开得节省手中的资源 黄金和蓝金他 虽然拥有无数 可也不敢太随意挥霍 而这一次 因为要直面莫足 所以阳开一上来 便吞噬了八品的黄金和蓝金 所施展出来的净化之光 威能自然更强 八品黄金和蓝金 已是他手中所拥有的 最高品界的资源了 树然脱困 十几位八品开天毫不犹豫 纷纷催动神通法香 朝莫足轰去 这可是天赐良机 他们之前一度想要突破莫足的封锁 与他贴身肉搏 但没有一个人成功 所有企图靠近他的人 都被他想方设法地拦截在远处 而这一次 却是他主动将众人拖到境前 天地伪力宣泄之中 神通秘书轰击在莫足巨大的身躯上 打得他花容失色 惨叫连连 怒火不可一止地翻涌 挥动长足奋力反击 他的怒火 很快被恐慌所替代 破去他秘书的那耀眼的小太阳 被杨开硬生生地塞进了 他腹部裂开的缝隙之中 虽然下一瞬 杨开整个人便被他的长足扫飞出去 但莫足腹部 却像是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变故 所有人都能清楚地感觉到 莫足的气息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下去 这让他们大喜过望 下手愈发狠辣 轰隆隆一阵狂轰烂炸 十多位八品 开天一阵酣畅淋漓 多少年了 他们没机会这般宣泄自己的力量 实力的增加 地位的提升 也意味着 没有多少目标 值得他们亲自出手了 刚与莫足争斗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都有些手伸 此刻 却是越战越热 仿佛一下子年轻了数千岁 重新回到了热血沸腾的年代 杨开手中的净化之光 持续连绵 每一次出手 都能给莫足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莫足的疯狂反击随之到来 不时的便有小乾坤崩塌的气息 从后方传来 那时有上品开天陨落 但是更多的八品开天 却是突破了莫足珠网的封锁 前来加入战团 场面混乱的无以复加 但每个人都明确的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尤其是杨开身旁 无时无刻都有四五位八品开天守护着 所有人都知道 杨开施展出来的净化之光 才是克制着莫足的力气 他纵然只有六品 但对莫足造成的伤害 却是他们这些八品都无法媲美的 莫足的气息持续衰弱着 在经历了最初的挣扎之后 好似已经没了还手之力 如此情形让众多上品精神大振 本章完 第4948章 王族秘书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秘书齐发 神通绽放 这是无数年以来 洞天伏地强者们真正联手的一战 参与者除了杨开之外 竟是上品开天 百年时间的拖延 让众人在各自体内小乾坤 培育出了足够多的玄英竹 为抵挡莫之力的侵蚀 提供了极大的防护 依旧不识的友人被墨之力侵蚀 他们第一时间便割舍了自己小乾坤的一部分 宁愿实力永久下跌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过来烦扰杨开 他手中的净化之光是对付墨族最好的力气 局势对墨族愈发不利了 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苟延残喘 杨开却心生疑惑 因为自始至终 墨族竟都没有逃跑的打算 他是墨之王族不假 巅峰时期有媲美九品开天的实力 但如今被囚禁了无数年 实力有所下跌 虽然奋力杀了不少洞天伏地的强者 但如今已是困兽游动 他为何不跑 不但没有逃跑的意图 甚至连身子都没有移动过 超级大阵已经被破 再没有什么能束缚他的自由 以他的实力 若是一心逃跑的话 洞天伏地强者再多 也未必能够拦得住他 黑玉虽被封锁 可他并不知情 更何况 以他的实力 想要破开封锁 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 是什么原因 让他不但没跑 竟连动 一下子身子的举动都没有过 这绝非自大 就在他疑惑不解时 气息虚弱的莫足 忽然深深地吸了口气 一声长啸自前方传出 响彻乾坤 是某一位八品开天的侍警 他显然也看到了莫足的举动 下一瞬 莫足脸上露出残忍的表情 张口立笑 笑声瞬间遮盖了侍警之音 与此同时 一股肉眼可见的阴浪 以莫足为中心 涟漪一般朝四周扩散 所有人都如暴风雨中 大海上航行的船只 瞬间身形不稳 在那阴波的冲击下 节节败退 不但如此 每个人都身形震动 小乾坤动荡不安 一时间力量周转不灵 这粒笑声 似乎是针对小乾坤的一种秘书 即便有玄英主守护 众多强者也受到了影响 唯有杨开 乾坤坚吻不动 但他六品开天的修为实在太低 在那阴浪的冲击下 整个人如秋风中的落叶 飘零而去 幸亏关键时候 一直守护在他身旁的一位八品 伸手将他拉住 多谢前辈 杨开连忙开口道谢 但下一刻 他便察觉不对 这伸手拽住他的八品开天本 只是好意 可是在拽住他之后 那大手上竟漠然传来恐怖的力量 紧紧地禁锢住了他 杨开抬头望去 只见这八品脸上满是挣扎的神色 但却有浓墨般的色彩 迅速覆盖了他的双眸 默化 杨开大惊失色 心里一万个想不通 这位八品是怎么被默化的 杨开虽然叫不出这位八品太上的名字 但总归是认得他的 也知道对方出身罗生动天 一身修为深不可测 方才此人与其他十多位八品 第一时间便与六母会合 护着他朝莫族冲杀 被莫族数人释放出来的黑网兜注的时候 此人便在其中 即便身处危险之地 也时刻守护着杨开的安危 杨开没从他身上 感受到任何默之力的气息 他也没有受伤的痕迹 所以根本没想到 自己身边的这位八品 竟会被转化为默图 漆黑的色彩将双眸掩盖 那八品太上 瞬间换了一个人似的 浑身上下散发着极度危险的气息 杨开毫不犹豫 抬手祭出苍龙枪 催动全身的力量 一枪朝他导出 彼此实力差距太大 那八品开天 只是随手一挥 苍龙枪便被扫到一旁 杨开持枪的胳膊 几乎都要断裂 这一击没对他造成半点威胁 扫来的大手 轻轻朝杨开头顶扶来 那掌心中 蕴藏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生死危机关头 杨开被握住的手掌 瞬间膨胀 化作龙爪 咔嚓嚓的声音响起 剧烈的震动 让杨开手腕骨头碎裂 却趁机摆脱了对方的前置 矮身之身 扶来的大手 轻飘飘地印在杨开的肩膀上 杨开整个人如遭雷势 尖头都塌陷了下去 脸色骤然苍白 一击不成 那出身罗生洞天的八品 太上 神色不变 又是一指朝杨开脑袋点来 动作迅如雷霆 躲不开 以六品开天的修为 在事先被钳制的情况下 能避开对方的一击袭杀 已是极限 这第二击无论如何 都躲避不开了 不过有了这一瞬间的挣扎 身旁另外守护的几人 总算反应过来 一人一把拉住杨开护在身后 抬手朝前方迎去 另外几人也各式神通 罗生天的这位八品 仓促间还了几招 身形一阵 嘴角一雪 四周传来激动的动静 杨开扭头四望 脸色凝重 被墨化的 不止那罗生天的八品太上 还有另外四人 此刻正与其他人缠斗着 没人知道 他们到底是怎么被墨化的 而且 自围剿墨族开始至今 从未有八品太上被墨化的先例 所有被墨化的 都只是七品而已 八品开天 本身实力强大 对墨之力有一定的抵抗之力 在服以玄英竹 基本不会有被墨化的风险 正是有这样的自信 众多八品太会直逼墨族 但如今看来 众人还是太过大意了 墨族不是没有能力墨化八品 只是一直藏着掖着 直到最后关头逼不得已 才施展出来 而且一下子就墨化了五位八品 王族秘术 将杨开护在身后的那位八品太上 没有参与争斗 此刻冷声说道 神色间有如是负重 也有深沉的悲痛 杨开文言心头一动 这些八品太上们 对墨族显然是有一定了解的 之前 他跟六目神君说起 墨之王族的时候 他一口道破对方 堪比九品开天 如今又听这位太上 说起什么王族秘书 这显然不是 能够轻易施展出来的秘书 否则墨族 不会直到此刻才动手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莫要惊慌 那八品头也不回 但杨开 知道他是在跟自己说话 杨开默默点头 却没有放松警惕 他不知眼前这位 看似护着自己的八品 有没有被墨之力侵蚀 体内小乾坤的力量暗暗催动 随时以防不测 突然的变故 让整个战场一下子敌我难分 所有人 无论是与墨图争斗者 又或者冷眼旁观者 都变得警惕起来 似是察觉了杨开对自己的戒备 那位八品胎上解释道 我们这些老家伙 虽然从未与墨族交手过 但并不缺乏墨族的情报 在另外一个地方 动天伏地的强者 无数年如一日 抵挡着墨族 对这浩瀚乾坤的入侵 正是有他们的守护 三千世界才能安定至今 杨开心头震动 却是没有多问 他觉得自己 渐渐接触了这世界的核心机密 是不是很好奇 动天伏地这么多年的积累 为何没有九品开天坐镇 又为何不似你想象中的强大 前辈问话 杨开不好不达了 更何况 他确实有这些疑惑 且不说九品开天存在与否 便是动天伏地的底蕴 也不如他想象的雄魂 按道理来说 动天伏地每一家 都是最顶尖的势力 这浩瀚乾坤也无人与他们为敌 他们一年又一年 培育出了无数精锐的弟子 开天竟舞者寿命又极为悠长 这无数年积累下来 每一家动天伏地的上品开天 最起码也有上万人 甚至数万人以上 但杨开去过狼牙伏地 去过阴阳动天 虽没有了解这两家的全部 却也知道他们 不可能拥有那么多上品 如今 似乎知道了答案 他略意沉吟 开口道 动天伏地的九品强者 都在那一片战场中 这些年积累的底蕴 大多数也都投入了那脸 那八品太上微微一笑 你是聪明人 无需跟你解释太多就能明白 不错 动天伏地的九品开天 确实都在那一片战场中 而且每隔一些年月 各家都会有弟子被派遣去那里 杨开肃然起敬 这便是动天伏地 自古以来同气连之的缘由 很久之前 他就对动天伏地之间 亲密的关系感到奇怪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连老虎都知道彼此争斗 更何况动天伏地 这样的庞然大物 可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一直和平相处 从未爆发过太强烈的争斗 顶多也就是一些 无伤大雅的分歧 如今 他明白了 是因为有更大的隐患 时刻威胁着他们 所以 动天伏地才会表现得同气连之 若是没有这外在的威胁 人性的贪婪必将被释放 到那时候 这三千世界 或许会处在战火连绵的局势之下 如此多的强者 只与一位墨族争斗 便这般凶险 杨开很难想象 那到底是一片怎样的战场 竟让各大洞天伏地 无数年如一日 不断地输送自家精锐进入 踏出不回关 永生不回头 那是分割安定与战争的一道界线 也是三千世界最后的一道防线 走出那道防线 只有两个结果 他仿佛自问自答 死于墨族之手 死于同族之手 本章完 第4949章 困兽犹斗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墨墨 两个结果没有一条活路 踏出那不回关的最终命运 只有死亡 杨开眉头微皱 在那未知的战场上 死于墨族之手 他还可以理解 可是死于同族之手 不过转眼看到战场上的情况 他便反映了过来 在那个地方 被墨化 应该是很常见的事 面对墨图 以往的同门 可不会手下留情 可杨开还是有些不明白 没人能活下来 在那战场上 生死到消 不过是早晚的事 踏出不回关 永生不回头 并不只是一句说辞 自不回关 创建至今已有数十万年 但这么多年来 踏出这关爱之人 从未有回来的先例 所以 各大洞天福地 才需要培养大量的人才 为的就是不断地往那一片战场中 投入人手 杨开默了默 低声问道 阴阳天的徐灵宫 去了那片战场 那八品胎上摇头道 老夫闭关多年 不认识什么徐灵宫 不过数百年前 阴阳天确实有一批弟子 跨过了不回关 心中一个疑惑 终于有了答案 在阴阳天的时候 阳开没能见到徐灵宫 这让他很是奇怪 毕竟屈华长被关百年 禁闭眼看着就要到期 徐灵宫没道理 忽然消失不见 阴阳天那边给出的答复是 徐灵宫执行师门任务 但如今看来 早在当初彼此分别的时候 他便随着阴阳天的人 离开了这三千世界 一同前去的 应该还有青葵和苏映雪 虽然因为某些原因 从未有人自不回关外返回 但偶尔不回关打开通道的时候 那边还是可以传递一些消息过来 洞天福地关于莫族的情报 都是从那里传回来的 莫之王族本身实力堪比九品开天 若仅仅只是如此也就罢了 他被囚禁了这么多年 实力大跌 以各大洞天福地如今的底蕴 收拾他并不难 只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罢了 唯有一点让人最为忌惮 王族有一道秘书 那秘书即便是我等八品 也无法抵挡的 一旦中招 寝刻间便会转化为墨图 对他忠心耿耿 这些情报 是从不回关外传回来的 也是无数年来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这就是杨开如今 所见到的局面了 那墨之王族施展出了王族秘书 瞬瞬间 五位八品开天化作墨图 也让剩下的所有人风声鹤唳 谁也不知 除了那五位暴露出来的墨图 还有没有别的墨图隐藏其中 不过对此情形 所有人都早有预料 所以当那罗生天的八品 太上御队扬开不利的时候 才立刻有人前来营救 而眼前的局势 也是他们在这一战中 必须得承受的结果 他既穷了 站在杨开身边的八品太上 轻轻地呼了一口气 仿佛放下了心头一块大石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他们所得到的情报中 王族不到逼不得已 是绝对不会施展那秘书的 因为这秘书虽然神妙无双 对王族本身 也有巨大的消耗 属于一锤定音 非生即死的那种秘书 如今他施展了出来 就说明他已被逼至绝境 杨开抬眼望去 果然见到 那横跟在虚空中的墨之王族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极度虚弱的气息 原本一直弥漫 充斥着虚空的 恢弘浩大的意志 此刻也虚无缥缈 杨开肃然起敬 众多动天伏地的八品太上 在参战之前 便已料到了这个局面 他们每个人都 已经做好了被墨化的心理准备 只有逼迫王族 施展出那一道秘书 他们才有真正赢得胜利的希望 谁也不知 被墨化的会不会是自己 此行每个人都抱着舍身成人的心态 秘书神通绽放 天地伪力四溢 乾坤颠覆 在杨开与那位八品太上说话的功夫 被墨化的那五人 已被团团包围 原本亲密无间的战友 此刻变成了刀剑相向的仇敌 出手狠辣 毫不留情 没办法留情 不像那些被墨化的七品开天 八品太上们还能将他们制服擒拿 然后送到阳开面前 让他催动净化之光 正本清源 八品太上们各个秀为高深 根本没办法被活捉 想要解决他们 唯一的办法便是击毙 他们也早已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 五人抱团 左冲右突 神通法乡各自施展 与剩下的人打得不可开交 鲜血飞剑时 终于有人受伤 五人中的一个冒蝶老者 被斩断一条手臂 身形亮呛 还不等他稳住身形 又有两道威能巨大的秘书 轰在他的身躯上 那冒蝶老者 也不知出身 乃一家洞天福地 一身修为着实雄魂 即便受此重创 竟也没有陨落 只是形容狼狈不堪 浑身上下满是鲜血 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一般 脸色木然 身形一晃 极度危险的气息 忽然弥漫开来 那是要自爆小乾坤的举动 四周众人健壮 匆忙退散 单纯的自爆小乾坤 或许对众多八品态上 没什么威慑力 但墨图的自爆 却不可等闲是之 他一旦自爆开来 小乾坤中的墨之力溢散 便具有极大的威胁 虚空在这一瞬间猛的震动 小乾坤崩塌之时 被浓墨般的力量 充斥的灵州铺展开来 仿佛海啸一般 追着逃窜的众人 欲要将他们裹进其中 总算众人见机得快 没人被墨之力沾染 但转身忘局时 另外四位被墨化的八品 却都起起闪身 来到了那墨之王族的身边 方才的激战 让他们浑身是伤 但他们的神色坚定 眼神执着 仿佛最虔诚的信徒 守护着自己的神明 即便天崩地裂 也绝不允许 外人伤害王族分毫 保持清明的众多八品们 心神悲痛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可当要逼不得以手刃同道之时 再古井无波的心境 也会受到一些冲击 墨之王族的虚弱清晰可见 他似乎连直起身子的力气 都没有了 庞大如蜘蛛般的身躯 匍匐在原地 动也不动 那一双眸子 却愿毒无比地盯住了每一个人 刷刷刷 一道道身影 从外围赶赴而来 有八品 有七品 数百人化作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将墨族所在之地 包裹得密不透风 这一下 他插翅难逃 杨开转头寻了寻 看到了人群中的蓝幽弱 他脸色微微有些苍白 胸前有血迹 染红了衣衫 不过看样子没什么大碍 这让他放下了心 绝境面前 墨之王族却是轻轻地笑了起来 声音依旧悦耳动听 你们以为自己赢了 没人回答他 数百双目光 冷漠地盯着他 每一双都有仇恨的怒烟在燃烧 围剿他的这一战 虽然没花费多少时间 但每一家洞天福地都损失巨大 这一战中 甚至连八品太上都有陨落 这可是无数年来 未曾遇到过的事情 但相对于付出 在此剿灭一个墨之王族 依然是值得的 毕竟 这可是相当于九品开天的存在 洛飞因为被囚禁无数年 实力大跌 众人即便人数再多 恐怕也没办法将他怎么样 想杀我的话 就赶紧动手吧 墨族忽然私生怒吼起来 看看我死了之后 你们到底能不能笑得出来 话虽这么说 但他显然没打算坐以待毙 守护在他身边的一位墨徒 忽然身形晃动 站在了他面前 举起一只胳膊 那墨族张口咬下 原本樱桃小嘴 化作猙獰巨吻 一口便将那八品 太上的胳膊咬断 口中鲜血淋淋 他随意咀嚼几下 胡伦入腹 虚弱的气息 竟迅速恢复了一些 他再次张口 这一下 却是咬去了那八品的半边胸膛 师叔 人群中 有七品开天牙字欲裂 双目通红 那被墨族啃食的八品 正是他所在宗门的长者 杀 一声怒吼从人群中传来 也不知是哪位太上下令 王族的秘书消耗巨大 如今付出这般代价 好不容易逼他使出来 绝不能再给他恢复的时机 墨族的速度很快 三两口便吃掉了整个八品 虚弱气息得以大幅度恢复 但也仅仅如此了 一道道秘书神通 化作铺天盖地的流光 朝墨族所在之地涌去 瞬间将那一片区域淹没 仅剩下的三位八品墨徒 催动自身的神通法香 拼死守护着墨族 但只坚持了不到三息时间 三人的神通法香便轰然破碎 几身同时受窗 一波攻击未平 一波又起 连绵不绝 片刻后 由小乾坤崩塌的气息传出 接连三道 那三个八品墨徒陨落了 面对这样铺天盖地的攻击 他们没有逃跑的意图 等待他们的 只有死亡 众人出手愈发狠辣 似想要将所有的怒火 都倾泻而出 墨族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他虽然啃食了一位八品 开天的血肉而恢复了一些力量 但远不足以让他再次催动王族秘书 等待他的结局 唯有死亡 耀眼的光芒逐渐停歇 能量暴动的余波扩散 众人放眼望去 只见那墨族浑身上下 满是伤口 俏丽的脸蛋此刻一片狼藉 就连长族都断裂了几根 他却依然没死 庞大的身躯匐匐在原地 浑浊的目光依旧怨读 本章完 第4950章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墨墨 墨之王族 如动着庞大的身躯 四用尽了全身的力量 用仅剩下的三只长族支撑住 扬手挺胸 倔强地维持着王族的尊严和骄傲 高高在上的目光不可一世 轻蔑而不懈地望着众人 动手吧 你们还在等什么 一双双目光 扭头朝阳开望去 墨之王族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众多上品开天 方才一轮又一轮的猛攻 竟都没能取他性命 可见其生命力顽强 想要彻底消灭他 净化之光 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 阳开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 左右手闪烁起不同颜色的光芒 双手合十之时 两色光芒化作纯净白光 他一步步朝墨族行去 问出了困扰自己许久的问题 为何不逃 即便身陷绝境 他也从未移动过身子 仿佛被墨大的力量 禁锢在了原地一般 墨之王族嘴角勾起 笑而不语 眼中轻蔑更甚 阳开皱眉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妥 但此时此刻却容不得他深思 墨之王族已是强弩之墨 此时不将他斩杀 日后必定后患无穷 耀眼白光绽放出来 化作光柱 将墨族笼罩 他脸上立刻浮现出痛楚的神色 却是咬紧了牙关 一声不吭 刺啦啦的声响传出 浓墨般的力量 自他体表无数伤口一散出来 化作虚无 原本就虚弱的气息 愈发唯米不堪 墨之王族 却仿佛得到了解脱一般 微微仰着头颅 眼神迷离 光柱持续冲刷着那蜘蛛般庞大的身躯 墨之力不断地被净化 他的身形 竟随着墨之力的消失淡化起来 很快变得半透明 足足一炷香的功夫 墨之王族的身躯 被净化成朦胧的虚异 他忽然冲阳开笑了笑 开口道 墨之意志 永恒不息 化落之时 他的身躯如水泡一般崩散开来 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光芒随之收敛 阳开盯着他身陨到萧之地 眉头紧皱 即便是强弩之墨 墨之王族 应该也还有反击的力量 但在自己净化他的时候 却没有半点反抗 这很不正常 让阳开一直在意的问题 也没得到解答 虚空沉寂 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墨族消失之地 没有欢呼 没有庆贺 胜利虽然属于动天福地 但这一战付出的代价 实在太大了 七品开天 战死两三百人之多 八品战死五人 每一个都死无全失 甚至许多人连自身的小乾坤 都没能保全下来 不仅如此 这一战之后 许多上品开天 为避免被墨之力侵蚀 都主动地割舍了 自己小乾坤的一部分 导致底蕴流逝 日后修为再无寸境 如此折损 古往今来从未出现过 众人默默地打扫着战场 收拾同门死后留下的遗物 战场上遗留下来 许多被墨之力 盘踞地破碎灵州 那些有的是被主动割舍的 有的是开天竟临死前 自曝小乾坤而来 错综密布在黑玉的虚空之中 蓝优若闪身来到杨开身边 轻声问道 怎么了 他看出杨开有些心不在焉 杨开摇摇头 有些想不明白 蓝优若猜出了杨开的想法 毕竟之前他开口问过那墨族 知道他不明白 那墨族为何从始至中都没有逃跑的迹象 点点头道 我也有些好奇 不过他已经死了 纵然有什么阴谋诡计 也难以施展 但愿如此吧 杨开轻声道 六目神君走了过来 冲杨开微微汗手道 你还得继续辛苦一阵子 此地残留了不少墨之力 需要尽快驱散 杨开硬道 前辈放心 晚辈会处理 话没说完 他忽然眉头一皱 扭头朝某个方向望去 那个方向 正是墨族陨落之地 身边的六目和蓝优若一起看去 却是什么也没看到 可是杨开明显有所发现 身形一晃 直接来到了墨族丧身之处 闭眸凝神 默默地感知着 他的动静 被许多八品太上看在眼中 众人见状 皆都是神色一素 慢慢靠拢过来 有人问六目 什么情况 六目转头问蓝优若 什么情况 蓝优若摇摇头 表示自己也毫不知情 没人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杨开的举动 却牵动了众人明胆的神经 毕竟才刚与墨之王族 大战了一场 虽付出巨大代价赢的胜利 但谁知道 那墨之王族 会不会留下什么后手 一道道密令 悄无声息地传出 原本正在打扫战场的 众多上品开天 也很快围惧了过来 数百人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 凝视着杨开所在之地 仿佛那边还有一个墨之王族在盘踞着 好一会功夫 杨开才睁开眼睛 脸色一片凝重 六目压低了声音 仿佛做贼一般喊道 杨小子 发现什么了 杨开回头望来 沉声道 这里好像有一个虚空涌道 众人闻言 街兜脸色一变 六目更是急急上前 来到杨开身边 宁神感知 片刻后 他点点头 确实有些不太对劲 他修为虽然比杨开高出很多 但毕竟不精通空间法则 杨开能察觉到的东西 他未必能察觉 不过被杨开这么一提醒 仔细感知才察觉 这里有些不太正常 其他八品态上也都在查探着 有人察觉出来了 有人毫无收获 但他们都知道 杨开精通空间之道 他既然这么说了 那肯定是有所发现的 通往何处 有八品 太上宁神问道 杨开摇头 不知 而且 这虚空涌道 有被封印的痕迹 看那封印的手法 应该有些年头了 如今不知为何 封印松动了 至于说通往何处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六目脸色苍白 可别乱猜 他隐约明白 杨开的想法是什么 若这个想法是真的 那三千世界 必定要迎来一场浩劫 杨开沉默不语 却有人道出了答案 莫之战场 每个人都心头一沉 莫之战场 正是动天伏地无数强者 与莫族争斗之地 也是不回关封锁之地 正是因为有不回关的封锁 才能隔绝莫族的入侵 三千世界方能安定至今 可若是此地有一条 虚空涌道 直通莫之战场的话 那不回关的存在 就毫无意义了 动天伏地 这无数年来的牺牲 也变得空洞虚无 一声重重叹息传出 看样子 咱们都弄错了一件事 这黑玉风阵囚禁的 并不是那莫之王族 真正风阵的 是这虚空涌道 或许就连那莫之王族 也是黑玉大阵的一部分 莫族垂死挣扎的声音 在众人耳畔边响起 你们以为自己赢了 想杀我的话就动手吧 看头我死了之后 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所有人都只当他那时 是在临死叫嚣 谁也不曾品味出 他话中隐藏的深意 他也不会将这个秘密 告知众人 他的死亡 意味着黑玉的大阵 被彻底的破解 被封印的虚空涌道 也显露踪影 连通了三千世界 和莫之战场 莫族随时都可能 通过这虚空涌道 杀进来 沉默凝重的气息 笼罩全场 所有人的表情 都极为凝重 本以为历经千辛万苦 迎来了一场胜利 谁曾想 这不过是灾难的开始 都别胡说八道了 这虚空涌道 到底是不是连通了莫之战场 还是两说 六目呵斥一声 万一是呢 有人问道 六目顿时语色 这种事没法赌 也不能赌 即便有那亿万分之一的几率 也关系着无数生灵的生死 六目转头望向阳开 可以确定对面是什么地方吗 阳开摇了摇头 这虚空涌道曾被封印 那莫之王族 或许是封印的一部分 他虽死 但这封印一时半会 还是没办法解开的 需再等些时日 等封印有所松动 我才能确定对面的情况 那就等 有八品太上陈生道 阳开 我们需要你镇守此地 时刻观察这虚空涌道 若有机会 第一时间查探对面的情况 义不容此 阳开抱拳道 说吧 阳开直接盘膝坐在了原地 一边静养恢复 一边关注虚空涌道的变化 众多上品开天商议一阵 留下一部分人镇守 另外一部分人 处理战场残留的问题 蓝幽若陪在阳开身边 静静地凝视虚空 直到此刻 他也没感受到 虚空涌道存在的痕迹 他才刚晋升七品没多少年 修为不如那些八品太上精湛 但又不精通空间法则 自然没办法察觉 静默许久 他忽然开口道 这虚空涌道连接之地 真是末之战场 阳开摇了摇头 不敢肯定 但有很大可能 他也是今天第一次听闻末之战场 但他知道 那是一处什么样的地方 顿了一下 他开口道 虽然不知上古时期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就眼下所掌握的信息来推算 当年的事情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末之王族 原本生存在末之战场中 却不知通过什么方法 或许是主动思维 又或者是意外发现 找到了一条直通三千世界的 虚空涌道 顺着这一条虚空涌道 他顺利地进入了三千世界 本章完 第4951章 虚空涌道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然而 他才方一踏进黑玉 便被上古大能之事察觉 那必定是一场惊天大战 最终的结果 自然是上古大能获得了胜利 但虚空涌道的出现 却让问题变得棘手 上古的奇人意识 在黑玉中 布下超级大阵 化作囚龙 囚禁末之王族 同时利用大阵之能 将他本身也化作阵法的一部分 风堵住那虚空涌道 直至今日 这只是杨开的猜测 到底上古时期发生了什么事 已经无可追溯 也没人能说得清楚 这其中有不少不合理的地方 却也有说得通的地方 杨开一直很好奇 上古那些大能之事 既然有能力禁锢那墨之王族无数年 为何当初却不杀了他已决后患 之前他以为求而不杀 是因为不好处理墨族死后留下的墨之力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那虚空涌道 或许是墨之王族打通的 利用他能更好地将那涌到封印住 此前争斗时 那墨之王族即便遭遇再大的危险 也不曾移动身体 便是最好的证据 并非他不想移动 也不是他不想逃跑 而是他整个存在 已经与虚空涌道中的封印融为一体 他逃不掉 也动不了 只能留在原地承受动天伏地无数强者的攻击 直至灭亡 如果他当时可以随心所欲地移动或者逃跑的话 或许这一战又是另外一个结局 而如今他死了 封印有所松动 虚空涌道慢慢显露 为杨开察觉 蓝忧若文言陷入沉思 若事情真如杨开所猜测的这样 那一旦封印彻底解除 这安定了无数年的三千世界 必定要与墨之战场彻底相连 到那时候 必定会有无数墨族 通过这虚空涌道 降临黑域 继续将灾难扩散到这浩瀚乾坤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生灵涂炭 遍地哀嚎的场景 这让他有些不寒而栗 一个被囚禁了无数年 实力大跌的墨之王族 便让洞天伏地 蒙受了难以想象的损失 若是再来一个全胜巅峰的王族 谁能抵挡 洞天伏地所有的九品开天 都镇守在墨之战场上 被他们守护着的后方 没有能与墨之王族对抗的力量 他暗暗祈祷着 这虚空涌道的另一头 可千万不要真的是墨之战场才好 时间一天天过去 封印松动的速度 并不快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虚空涌道的存在 已经可以清晰感知了 最初只有阳开能察觉到它的存在 即便如六目这样的八品态上 也只能察觉到 那虚空有些不太对劲 但时隔半月之后 任何一个八品 甚至七品 都能感受到 那虚空中传递来的空间力量的微弱波动 这无疑是封印持续松动的征兆 一旦封印彻底解开 虚空涌道就会连通虚空两地 不过虚空涌道另一头到底是什么地方 依然扑朔迷离 墨之王族身陨之地 阳开寸步步离 时时刻刻感知着涌道的变化 六目神君忙碌了一些日子 总算与其他人将战场打扫干净 但墨之力的残留却是问题 没有阳开出手 他们只能动用阵法 将所有残留的墨之力封阵起来 等待日后处理 闪身来到阳开身边 宁神赶这片刻 六目眉头一皱 似乎更明显了 阳开点点头 嗯 还探知不到对面的情况吗 阳开摇头道 封印尤存 除非我有本事绕开封印 否则是没办法的 这封印是上古时期残留下来的 阳开也尝试感知一二 却是毫无收获 年代太过久远 上古时期的手段 与眼下有很大的不同 更何况 布置这封印的上古大能 修为必定高深莫测 也非阳开这个六品能够窥探 六目皱了皱眉头 没办法探知对面的情况 就没办法确定 对面是什么位置 如今他们所能做的 仅仅只是防患于未然 若是有一天 六目宁声道 我是说 假如 这封印彻底破开了 你有办法重新封阵吗 阳开点点头 可以 他答得如此爽快 倒让六目有些意外 确定可以 阳开自傲一笑 论修为 晚辈自然是不如上古那些大能之士 但论空间法则的造诣 晚辈自信不训什么人 这虚空涌到想要封堵 并不困难 六目顿时尝呼一口气 那就好 到时候就看你的本事了 阳开点头道 前辈放心便是 不过如此一来 就有一个问题 六目心领神会 封印破开之时 虚空涌到必会暴露 另一头若是有什么人注意到的话 就会循迹而来 阳开微微汗手 两人的对话 自然被四周镇守的八品太上们听在耳中 文言都皱起了眉头 这个问题若不解决的话 重新封印虚空涌到 便毫无意义 可是没人有解决的办法 如今众人只能静观其变 又是半月之后 虚空中忽然出现一个睁眼大小的黑洞 阳开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宁神朝那黑洞望去 确定这是虚空涌到无疑 虚空涌到自然不可能这么窄小的 只不过因为上古封印的存在 才一直不显于形 之前只有它能感知其存在 而如今 随着封印之力的衰弱 这虚空涌到已经显化了出来 尽管只是睁眼大小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必定会越来越大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不过一月功夫 那睁眼大小的虚空涌到 已经化作拳头大小了 内里一片虚无混乱 茶探之中 众人可以清楚地感知到 那虚空冲到内 有一股仿佛无形墙壁般的力量 阻扰着神念延伸 那无形的墙壁 自然就是封印之力 它充斥在虚空涌到之中 封堵了虚空两地的联系 而如今 随着封印的松动 这种封堵变得越发微弱 总有一日会彻底消失 到时候 两地便会彻底连通 又过一月 拳头大小的黑洞 扩张了一倍有余 战胜莫之王族的喜悦 早已被冲淡 所有人都神色凝重地 关注着虚空涌到的变化 蓝幽若觉得 杨开这些日子的状态 有些不太对劲 自那虚空涌到的入口 变得如拳头大小的时候 她的表情便一直在犹豫挣扎着 似是有什么难以决策之事 她虽然询问过 但杨开只到无事 她便没再多问 而今日 她忽然察觉 杨开的神色变得坚定起来 仿佛困扰她多日的问题 终于想通了 正要开口询问 杨开忽然转头看来 老板娘 能劳烦你一件事吗 蓝幽若皱眉道 什么事 我想请你回一趟星界 将大总管请过来 还有陈天肥和云星华两人 让他们也过来一趟 蓝幽若脸色微变 你让他们过来 是要做什么 她隐隐感觉有些不妙 杨开无缘无故 忽然要见这三人 明显是有什么打算 杨开摇头不答 只是固执地望着她 我不去 你要见他们自己回去见 蓝幽若撇开目光 老板娘 杨开轻轻地喊了一声 少来 蓝幽若怒火冲天 闪身腾膜而去 转眼不见了踪影 懒得跟她多说 四周众多八品牌上望见此幕 都抱以善意一笑 不过很快 蓝幽若便去而复返 瞪着杨开道 臭小子 不管你要做什么 等我回来了再去做 她也知道 纵然自己不答应 杨开的要求 林霄公其他人也会照办的 毕竟黑玉中 如今不止她一人在此 我知道了 杨开点点头 蓝幽若又恨恨地瞪了她一眼 这才化作流光远去 她虽是七品开天 但这一路从黑玉赶往星界 再返回的话 最起码也是数月之后的事情了 她不知道杨开到底要做什么 但显然不是什么安全的事 只想着能速去速回 你发现什么了吗 有八品开上问道 杨开忽然让蓝幽若回星界带人过来 明显是有什么事要嘱托 联想此间种种 众人自然有所猜测 反请诸位前辈将人聚齐 晚辈有话要说 杨开抱拳拱手 好 那说话的八品态上 抬手应了一声 抬手一指虚空 一道流光自止间打出 化作耀眼光芒 经久不散 遥远可见 少请 分散在黑玉各处查探情况的八品态上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后来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互相打探询问 这才明白原尾 纷纷朝杨开头已关注的目光 大人到齐了 六目神君开口道 人都到了 杨小子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杨开起身道 晚辈在此地观察良久 有一些发现 要与诸位前辈分享 众人皆都做出聆听状 他们辈分虽高 修为虽强 但在空间法则的领域上 还是不如杨开的 这些日子 他们虽然也不断地查探 虚空永道的情况 但其实并没有多少进展 虽然迄今为止 晚辈也没搞明白 这虚空永道的另一头 到底连通了什么地方 但如今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那墨之王族 确实是封印的一部分 上古先辈耗费巨大精力 将墨之王族镇压在此地 为的就是封堵这虚空永道 他们如此郑重其事 我们也只能做最坏的预想 本章完 第4952章 解决的方案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墨墨 所谓最坏的预想 无非就是虚空永道 另一头 连通的是墨之战场 这个猜测并非毫无根由 上古大能之士 将那墨之王族封镇在此 化作封印的一部分 无疑说明 虚空永道的另一头 与墨之王族有一些关联 能与墨之王族有关联的 很大可能会是墨之战场 如今墨之王族已死 封印松动 虚空永道逐渐显露 连通两地 若是预想成真 那我们就要 做最坏的打算 这些日子 晚辈也略有尝试 以晚辈如今 在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重新封印这个虚空永道 虽然有些困难 但也并非不可思维 众多八品太上文言 皆都微微汗手 这话杨开之前跟六母说起过 他们当中的不少人也都听到了 都很庆幸 在这一代的后起之秀中 有杨开这么一个精通空间之道的 否则面对如今的局面 动天伏地 还真没什么好解决的办法 他们固然也可以想办法 封印那虚空永道 但绝对不会做的 比上古大能更好 更不要说与杨开相提并论 专业的东西 得由专业的人 才能处理完美 你在担心什么 有一位发须皆白的八品太上问道 杨开话语间 虽然透着重新封印 虚空永道的莫大自信 但那眉宇间的忧心忡忡 却是显而易见的 杨开苦笑一声 晚辈如今只担心一件事 等上古先辈们布置下的封印 彻底解除的时候 虚空永道就算是打开了 那时候 就算晚辈能够重新加以封印 这虚空永道 也有被对面发现的风险 若是如此 重新封印 就变得毫无意义 对面不是末之战场也就罢了 若真是末之战场 莫足发现这个虚空永道的存在 势必会想方设法地重新打开 一窥究竟 到时候 这浩瀚乾坤拿什么抵挡 这是个问题 众人闻言都陷入沉思 那发须 揭白的八品太上道 可不可以 现在就着手封印之势 趁着上古的封印 还没完全解除 已出手二次封印 在原有封印的基础上 施以手段 可以 也不可以 这魔棱两可的话 让众人一脸迷茫 这是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怎么会可以 也不可以呢 六目神君苦笑一声 杨小子 有话直说 你把我们这些老家伙 都说糊涂了 杨开抱拳致歉 略意沉吟 忽然伸手一番 取出一根竹子来 那竹子约莫人必粗细 还有清脆竹叶 生于竹节之上 众人对这竹子并不陌生 认识这是玄英竹 他们在最近百年时间内 为了与莫族的争斗 耗费大量精力和资源 在自身小乾坤中 培育玄英竹 如今每个人体内小乾坤 都有一片竹林 杨开的小乾坤中 也有玄英竹 当初去新大域查探情况的时候 他便移植了不少 手上微微一震 那一根玄英竹 便立刻竹节贯通 枝叶凋零 化作一根圆筒形的长棍 一群人看得云里雾里 不知杨开忽然来这么一出 异域何为 大家说着虚空涌道的是 你拿一根玄英竹出来干什么 不过也都知道 杨开肯定是有目的的 倒也没打断它 若是将晚辈手中这根竹筒 当成虚空涌道 杨开一手拿着玄英竹 一手比划了一下 分别在两头点了点 他连接着虚空两地 这一头便是黑玉 而这一头具体在何处 如今 咱们还不知晓 就当它是那末之战场 众人点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他催动力量 灌入那玄英竹中 顷刻间 玄英竹内 便充满了肉眼可见黄色能量 那赫然是杨属性的力量 杨开接着道 上古先被施以神通手段 将这虚空涌道封堵 隔绝了两地的联系 封印不破 两地绝无发现这虚空涌道的可能 而如今 封印松动了 虚空涌道中的封印之力 慢慢消散 说话间 充斥在竹筒之中的黄色能量 从竹筒的其中一端 慢慢后移 不过片刻功夫 便已消失了大半 眼看着整个竹筒 都要重新贯通 这个解释方法 倒是让人耳目一新 也让人看得明明白白 很快有人看出了问题所在 一位身形魁梧的八品 太上皱眉道 你是想说 这虚空涌道的封印之力 是从黑欲这一头开始消散的 逐渐往后推移 能看出这一点并不奇怪 杨开此前展示得很清楚 而且 他们最近这些日子 查探虚空涌道的时候 也有这样的感触 神殿探入其中 能明显地察觉到 有无形墙壁一般的力量 阻扰着他们的探查 而那无疑就是 封堵虚空涌道的封印之力 如今过去一段时间 那封印之力 确实不断地往后退去 正是 杨开点点头 有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省去他很多的解释功夫 晚辈之前说可以封印 是因为晚辈确实有这个能力 并非他大言不惭 而是实话实说 这般说着 他又催动蓝金的力量 封堵住了代表黑玉这一头的竹筒口 黄蓝两色的光芒 看起来极为明显 让人看得一目了然 杨开摇头道 但是这没有用 只封堵住黑玉这边的通道 不过是自欺欺人 所以 只是这样的封堵 是不可以的 他说话的时候 代表上古封印的黄色能量 依然不断地往后消融 那意味着 一旦封印之力彻底消失 另一头的虚空涌到 就会显露行踪 到时候 那边的生灵 就可以循迹而至 打破杨开留下的封印 闯入黑玉中 众人陷入沉默 杨开这般解释再明白不过 他们都是各自宗门的八品太上 无论资质 还是财情都是顶尖 若是这样还看不明白 那就是傻子了 那发须皆白的太上宁声道 纸封堵黑玉这边 确实治标不治本 不过 你既然将此事展示出来 那想必是有解决的方案 杨开点点头 有 众人精神一震 诸位请看 杨开说话间 收了黄蓝二色的力量 重新示威 这一下 他没有再开口说话 只是掩饰 黄色的能量 重新充斥着竹筒 经过刚才的解释 众人也都知道那代表着上古先辈们留下的封印之力 在杨开的演示下 那黄色的能量不断地从代表黑玉这一头的竹筒口往后消融后退 很快便消融至另一头 然后消失不见 换言之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便代表着虚空涌道彻底打开了 就在黄色能量消失的同时 蓝色能量从另一端亮起 不断地填充整个竹筒 直至充斥其中 不过蓝色能量的充斥 与黄色能量的消融 是呈相反方向的 所有人都看明白了 这种封堵虚空涌道的方法 必须得等到上古封印之力完全消失 虚空涌道贯通两地的时候 杨开深入其中 从另一头开始封印 一路封印到黑狱中 将通道彻底封死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封印之力充斥着虚空涌道 他不消退 杨开也没办法从另一头视为 无需太久 顶多半日功夫 晚辈就有把握 将另一头虚空涌道的踪迹彻底掩盖 只要在这半日时间不被人发现 虚空涌道的存在便是秘密 也不予有被人突破进来的风险 不妥不妥 人群中 立刻有八品太上 摇头不止 别说半日功夫 便是一炷香 怕都不行 谁也不知道 虚空涌道另外一头连通了哪里 若不是墨之战场 一切好说 若真是墨之战场 一旦被墨足察觉 后果不堪设想 正如杨开之前所言 如今的一切都只能 做最坏的打算 以此为前提是以最好的谋划 这种封印方式 太具有冒险性 和侥幸心理了 剩下众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方法了 杨开再次让代表上古封印之力的黄色能量 充斥竹筒 而这一次 在黄色能量消退的同时 代表他本身封印之力的蓝色能量 紧随其后 不步不离 当黄色能量彻底消失干净的时候 竹筒也被蓝色能量完全充斥 虚空涌道的封印 依旧完整 只是上古封印之力 被杨开的封印之力取代了而已 六目神色脸色微变 瞧出了阳开的打算 你要进入虚空涌道封堵 两种方法 无论哪一种 阳开都是要深入虚空涌道的 前一种方式 阳开是从另一头开始失为 一路往后方撤离 等封印完全 自己也就退回了黑玉这个大后方 但后一种方式 却是截然相反 等于他要追着上古封印消失之地 施加自身的封印之力 等到封印完全 他只会出现在通道的另一头 唯有如此 方能确保安全 阳开宁声道 若这样做 你可就回不来了 六目眉头紧皱 觉得有必要提醒阳开一下 我们如今还无法确定 那一头到底是什么地方 若真是末之战场 若真是末之战场 以阳开六品开天的修为 绝对凶多吉少 即便真是末之战场 晚辈也亦不容辞 阳开收了竹筒 散去黄蓝两色之力 还事众人 当然 诸位前辈若是有更好的人选 或者方法达成此事 晚辈是乐见其成的 本章完 第4953章 清朝之下 小说 《武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洞天福地 虽然人才济济 但精通空间法则者实在不多 即便是有 也远不如阳开这般造诣 否则当初 他们就不会让阳开去参悟乾坤殿的秘密 修缮乾坤殿的乾坤大镇 能将乾坤殿经久事修的乾坤大镇修补完全 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起码眼下是无人能及的 你可知 你这样做会面临什么 有人开口问道 杨开自嘲一笑 晚辈自然知晓 他自己提出来的方案 又岂会不知真的实施了 会面对什么样的局面 王好了想 或许他能相安无事 可往坏处想 等他封印了这虚空涌道后 就是孤身一人闯入了末之战场 那地方荆棘遍地 凶险无处不在 随时都有陨落的可能 可是如今 除了晚辈 恐怕再无人能胜任此事 杨开轻轻地呼出一口气 即便虚空涌到另一头 真的连通的是末之战场 晚辈多少也有些自保之力 这个自保之力 自然不是只修为 在那末之战场上 八品开天陨落 都是常有的事 他不过六品而已 远不能与八品相提并论 不过相对于实力 他有旁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天地全风震小乾坤 小乾坤圆润无瑕 外力不清 不必担心会被末之力末化 关键时刻 甚至可以伪装成 末图隐藏身份 这是 其他开天竟所不具备的能力 众人沉默 杨开接着道 不瞒诸位 晚辈也是 犹豫了好些日子 才下定决心 只因晚辈知道 清朝之下无完卵 此地虚空涌道 若不好生处理的话 这天下间 无论哪一家势力或者个人 都无法独善其身 末族一旦入侵 战火必定要蔓延所有大狱 蓝优若之前一直觉得 杨开在犹豫愁愁愁出什么事情 询问过他 杨开并没有解释太多 他所犹豫的 正是此事 这毕竟不是什么小事 任谁都难以决断 六目神君微微叹道 难得你能如此声名大义 实乃我三千世界之行 杨开摇头道 诸位前辈能为了这三千世界的安定 誓死捍卫 小子厚学墨镜 实力低微 却也不能让前辈们 专美于钱 老实说 各家洞天伏地的八品太上们 与那墨之王族争斗 给了他很大的触动 所有人都知道 墨之王族隐藏了一招王族秘书 那是他们绝对无法抵挡的力量 谁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中招 被转化为墨徒 但在与墨之王族争斗之时 没有人退缩 没有人犹豫 皆都抱着舍身成人的心态 与墨之王族周旋 逼迫他使出那诡异的秘书 能修行至八品境界 这些太上长老 哪一个不是活了数千上万年 甚至更久 他们早已不问世事 难道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 还有那些七品开天 上千人的阵容 哪一个不是天之骄子 哪一个没有亲朋妻儿 但与墨之王族的一战 折损率近两三成 这惊天动地的一战 寻常人或许永远也不会听说 还有那无数年如一日 在墨之战场上 与墨族抗争的动天伏地精锐们 他们皆都在默默地付出着 除了动天伏地 等闲武者 等闲势力 根本不知道 这三千世界 时刻面临颠覆的风险 看似安定的浩瀚乾坤 却是一直有人在暗中守护着 自古以来 世人只看到动天伏地的跋扈专横 却从未有人知道 他们的付出和牺牲 就连阳开早年对动天伏地的专制 也多有误解 若是他没有封印这虚空涌道的能力 也就罢了 自然是点齐人马 迅速返回兴界 明哲保身 可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若不去做 真让莫族顺着这虚空涌道入侵了 他必定要后悔终生 所以 在犹豫了多日之后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 你此前让蓝幽若那丫头 回兴界带人过来 就是为了此事 六目神君眼帘低垂 杨开笑了笑 我这一走 还不知能不能回来 总有些是需要交代的 若对面不是莫之战场也就罢了 他自然可以安然返回 可若是对面真的是莫之战场 就算能苟活下来 此生恐怕也没办法再回来了 自古以来 踏出不回关的人 就没有返回的先例 他虽然没有从不回关进入 甚至连不回关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但与那些动天伏地的先辈们的目的地是一样 都是莫之战场 众人沉默 做出这样的决定 所需要的 可不是莫大的勇气 还需要极高的觉悟 杨开能做出眼下这个选择 让他们这些八品都不禁肃然起敬 六母巍巍公身 动天伏地欠你一个人情 三千世界欠你一个人情 以他为首 众多八品齐齐行礼 杨开连忙还礼 忽然有人微笑道 听说你之前与底下一些小家伙 闹得有些不太愉快 回头我帮你教训教训他们 杨开胡一望去 他虽然认得说话的态上 却也只是见过几面 不知人家明慧 更不知人家出身 六母神君给他解释道 这是千赫福地的飞云师兄 杨开恍然 攻声道 晚辈年少无知 此前多有得罪 前辈见谅 千赫福地的左权辉一脉 几乎被他赶尽杀绝 这么多年来 千赫福地虽然没有明面上与他为难 但杨开也知道 彼此的恩怨不是那么容易化解的 只不过因为星界世界术的原因 千赫福地才有所隐忍 他也一直在提防千赫福地那边 会不会寻仇报复 不过如今 有了这位飞云神君的一句话 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相比较整个三千世界的安定 个人的恩怨实在不足为道 这也是飞云神君 愿淤尊将贵 主动化干戈为玉帛的原因 飞云神君微笑汗手 不再多言 以他的身份地位 能主动与杨开说出那番话已经足够 没必要再多说什么 六目神君开口道 你放心 你走之后 虚空地 林霄公由我们这些老家伙照看 绝不会出任何问题 老夫拿所有洞天福地的名誉担保 他虽只是精灵福地的太上 但这句话说出 却是没人反对 杨开道谢 那就有劳前辈了 这就是他所要表达的私心 虚空地 林霄公如今体量虽然不小 但比较洞天福地 还是差的很多 他在的时候一切好说 与各大洞天福地的七品八品 多有熟悉 还能保得自家宗门周全 可他若是离开了 谁也不敢保证 会发生什么事 不过有了六目神君这句保证 杨开就没必要担心了 他此前提出两种方案 皆可封印虚空涌到 但前一种风险太大 他主动选择了后一种 就是要告诉这些太上们 为了这三千世界我个人可以付出 但你们也要免了我的后顾之忧 六目神君对此心领神会 还有什么是需要帮忙的吗 若是有的话 你尽管开口 老家伙们虽然老了一些 手脚不太灵活 但还是有些手段的 六目神君问道 杨开摇了摇头 也没什么需要他们帮忙的 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个选择 那就只要安排好自家的事就可以 此一去 若一去不回 那便一去不回 上古封印之力 还可以维持一些时间 这虚空涌到一时半会 也不会彻底动开 劳烦诸位前辈分批作证 随时监查 若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会尽快赶来 剩下的时间 我想处理一些私事 六目神君当即汉手 去吧 杨开抱拳 原地留下一枚空灵珠 以坐不时之虚 身形晃动 催动空间法则 闪身而去 林霄公驻地 岳河等人重新返回 此前与莫之王族开战之时 整个黑狱都被清空了 所有修为不到七品之人 皆都被驱离了黑狱 众人在黑狱外焦急等待 索性 有好消息传出 莫之王族身允盗消 动天福地赢得胜利 被驱赶出去的人员再度返回 岳河等人自然也跟着进来了 不过直到今日 他们也没见到阳开的踪影 岳河倒是想过去查探查探阳开的情况 却被动天福地的强者们所阻 只能耐心等候 所以当阳开的身影 出现在林霄公驻地时 众多六品一下子围惧了上来 纷纷见礼 阳开微微汗手 先进去再说 众人领命 入了殿内 分批落座 阳开见得众人脸上喜气洋洋 忍不住好奇道 这是有什么喜事吗 岳河鸣嘴笑道 少爷 咱们发了 发了 阳开一脸愕然 啥意思 怎么就发了呢 要知道 如今林霄公和虚空地的资源可不少 掌控两大超级新事 被拥一个新大狱 早已不是当初穷困潦倒的局面 虚空地和林霄公弟子的修行 如今都是敞开了资源供应 这种待遇 动天福地都未必拥有 以此为前提 阳开想象不到 要有多么庞大的资源景象 才可以说是发了 岳河道 你回来的时候没见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阳开被困在那囚龙之中百年光阴 在这期间对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 超级大阵告破之后 又参与了墨之王族的争斗 随后便一直在监视着虚空涌到的动静 哪里知道外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本章完 第4954章 震怒的玉如梦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见阳开露出茫然的神色 月合也不与他卖什么关子 微笑道 黑狱中所有的矿星 基本都被开采完毕 所得资源 皆被我们收入囊中 阳开文言一正 紧接着反应过来 为了破解那超级大阵 月合汉首 正是 阳开不免好奇 各大动天伏地也愿意 要知道 黑狱中的矿星数量可不少 每一颗矿星上都蕴藏了丰富的资源 这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即便是动天伏地也得眼红 不曾想 这些矿星资源被开采出来之后 居然都落入了灵霄宫的腰包 虽然只是三言两语 但他已经可以想象出 自己在囚龙中被困百年期间所发生的事 必定是动天伏地抽掉了大批人手过来 耗费百年光阴 将整个黑狱的矿星 开采得一干二净 由此 超级大阵也终于告破 动天伏地的强者们 这才能避免被超级大阵的威能牵制 放心与墨之王族争斗 是姐姐跟他们据理力争 说少爷 你为了这三千世界 不惜以身犯险 黑狱本就是灵霄宫的地盘 在这里得到的一切 自然要归灵霄宫拥有 墨族大敌当前 他们也干不出太不要脸的事 阳开微微汗手 这是好事 有了黑狱这边庞大的资源供给 灵霄宫虚空的弟子们 修行的资源 就变得更充足了 原本他手中拥有庞大的阴阳主行资源 还在发愁五行资源以后 可能不够用 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了 这确实是好事 所以大殿内每个人都显得喜气洋洋 不过少爷 以后你可不能再这么冒险了 月和画风一转埋怨起来 林霄宫虚空帝这么多人都指望着你 你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你让我们怎么办 众人皆都汗手 林霄宫虚空帝崛起的十日尚短 所有凝聚力 几乎全息于杨开一人之身 他若是出了什么意外 宗门必定要人心涣散 分崩离析 杨雪也板着脸道 就是 大哥 你如今可不是什么孤家寡人 多为几位嫂子考虑考虑吧 他们这些年 可一直担惊受怕 杨开的笑容 顿时有些牵强 杨雪瞧着他 忽然有些不太好的感觉 周梅道 大哥 你是不是又要去做什么危险的事 毕竟是兄妹 虽然彼此相处时间不多 甚至在杨雪长大的年月里 杨开并没有陪伴在他身旁 但血脉亲情的羁绊 却让他察觉了更多的东西 杨开重重一声叹息 这叹息顿时让大殿内的欢声笑语消失不见 欲如梦等人的表情不由凝重起来 这世上有一道关爱 被称为不回关 杨开忽然开口说起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寻常人根本不曾听闻这一道关爱 就连洞天伏地内的普通弟子 也不知道他的存在 有资格知道他的 皆都是出身洞天伏地的精锐弟子 以及高层 我也是最近才知晓的 一处不回关 永生不回头 这一道关爱之内 是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三千世界 浩瀚乾坤 这一道关爱之外 是一处连绵征战的战场 众人顿时惊议不定 毛哲惊奇道 战场 什么样的战场 末之战场 杨开沉声回道 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 虽然第一次听说 什么末之战场 但光听这个名字 就知道 那绝对不是什么好地方 没错 如你们所想的那样 这末之战场 有无数的末族存在 他们自很久远的年代开始 就想着 要入侵三千世界 将这世间的所有生灵 都化作他们的奴隶 牲口 动天伏地 肩负着守护三千世界的责任 他们的强者 无数年如一日 在那末之战场中 与末族争斗 抵挡着末族的入侵 诸位大帝们 脸色冷峻 毛哲灰谷等人 目瞪口呆 大帝们没听说 末之战场情有可原 他们毕竟从新界出来 也没多少年月 晋升开天 更是只有数百年而已 但毛哲灰谷等人 却是老牌的开天晋 连他们晋都没听说过 什么末之战场 和不回观的存在 这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众人纷纷扭头 朝屈华昌和陶陵婉望去 在场众人 就他们出身最高 乃是阴阳天的核心弟子 直径六品的存在 了解的秘星 自然比旁人更多 屈华昌微微汗手 家师在三百多年前 带着师兄和师姐 踏出了不回观 进了末之战场 而且据我所知 每隔一些年头 每家洞天福地 都要输送一批人手 进入末之战场 补充大战的损耗 众人不敢想象 末之战场的争斗 到底有多么残酷激烈 竟然洞天福地 都得不断地输送人手进去 墨族之事 洞天福地 有一封锁消息 你们没听说过 也是正常 杨开淡淡解释一声 毛者等人顿时释然 若不是这一次 黑玉的事情闹得太大 他们确实没听过 这世上居然还有 墨族的存在 连墨族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末之战场和不回关 可是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雪月脸色微微苍白地问道 杨开没道理 无缘无故提起这些 尤其是在与一位实力强大的 墨族大战一场之后 这明显预照了什么 原本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古往近来无数岁月 动天福地的强者 在墨之战场对抗墨族 守护三千世界的安宁 虽然损失巨大 但从未出现过什么差错 不出意外的话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 直到很久之后 不过 黑玉的这一战 却是改变了局势 众人凝神聆听 杨开呼问道 你们可知 这一战动天福地 折损了多少人手 众人皆都摇头 只有屈华长 神色凝重道 之前一战 动天福地投入人手过千 每一个都是上品开天 然而一战之后 战死七品两百六十八人 八品五人 他毕竟是阴阳天的核心弟子 如今虽然算是灵霄宫的人 但还是有些手段 能探听出准确的情报的 之前对抗墨之王族的时候 阴阳天也是来了人的 有一位八品太上带队 屈华长正式找这一位 太上打探的消息 听到这个数字 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他们知道 这一战动天福地 有上品开天陨落 却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死了这么多上品 七品死了两三百人 连八品都死了五个 那可是八品 几乎站在了这世界的顶端 那墨族如此凶残 寿武大帝师生道 黑玉的这个 墨族非同一般 乃是墨之王族 巅峰之力 堪比九品开天 阳台解释道 若非多年的禁锢 让他实力大跌 我们未必拿他有什么办法 众人势然 相当于一位 九品开天的墨之王族 确实够厉害的 而他死后 在原地却是留下了一条 虚空永道 众人皆是神色一宁 战无痕皱眉道 那虚空永道连通之地 阳开摇头道 暂且不知 但只能做最坏的推算 墨之战场 有人轻声弥难 若真如此 那事情就大了 不错 阳开点头 我们只能当那虚空永道 连通的是墨之战场 如今那虚空永道 有上古封印之力封堵 暂时还没有完全贯通 所以还能相安无事 可上古封印 已经在逐渐消散中 用不了多久 就会彻底消失 到时候 虚空永道便会贯通虚空两地 若对面真是墨之战场 墨族便会顺着虚空永道 冲入三千世界 到那时候 必定是一场浩劫 阳开顿了顿 让众人消化这个消息 片刻后才沉生道 我要深入虚空永道 将之重新封印 唯有如此 方能化解劫难 欲如梦咬牙道 为什么要你去 动天伏地那么多 强者大能不出手 偏要你一个后辈出头 是几个意思 阳开苦笑一声 不是他们要我出头 是我自己要去的 欲如梦一巴掌 将坐下椅子扶手拍了个粉碎 我看你是想要我们姐妹当寡妇 如梦嫂嫂 杨雪见欲如梦雷霆震怒 连忙开口喊了一声 大哥如今好歹也是一宗之主 嫂子这般怒对 实在是不给颜面 尤其大殿内还有这么多人看着 就算大哥想要说些梯极话 恐怕也不好意思开口 这种事应该私下里商讨吗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 欲如梦怒火冲天 手指着阳开道 你这位大哥 这么多年来 你身犯险的事情做得少了吗 远的不说 便是近处 之前跟着巨神灵 就冲进了混乱死狱 那地方是人去的 要不是毛哲他们 一直活得好好的 我们哪里知道他的生死 之前又孤身一人 跑进了囚龙中 与那墨族共处百年 咱们还是得看毛哲他们死不死 才能知道他是不是活着 毛哲一脸无辜 眼帘低垂 摸了摸鼻子 好不容易从混乱死狱回来 好不容易从墨族手下活着回来 如今又要去封印虚空永道 这是嫌自己命长了吗 杨开培笑道 夫人息怒 封堵虚空永道 也未必有什么风险 本章完 第4955章 什么情况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欲如梦邪逆他 未必有风险 那我问你 封堵了虚空永道后 你还能回来吗 杨开顿时语色 欲如梦咬牙 看吧 如果我没猜错 你封堵了虚空永道 是不是就会进那末之战场 杨开语气弱弱 那一头也未必就是末之战场 都只是猜测 如果是呢 杨开漠然不语 有很大可能是的吧 欲如梦盯着他 杨开这才点点头 末之王族死后 留下的虚空永道 确实有很大可能 与末之战场有什么关联 这一点无容置疑 欲如梦冷笑一声 咱们这些多 无依无靠的娇弱女子 跟了你这么多年 连个名分都没有 你每每以身犯险 让我们提心吊胆 如今到后 连个交代都没有 就要去那末之战场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 杨开被说得一脸羞愧 无言以对 这也确实是他对不住人家的地方 这无数年来 众女跟着他无怨无悔 确实连个名分都没 他们虽然从未求过这个 但哪个女子又不期待这一天 欲如梦起身招呼 宁肠 雪月 鸡窑 屈丫头 小婉 随我收拾收拾东西 走了 杨开一脸猛 去哪 欲如梦冷哼一声 反正是要当寡妇 你管我们去哪 这天大地大 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我带着姐妹们 随便找个人 安安稳稳过日子去 夏宁肠手足无措 如梦姐姐 夫君肯定有逼不得已的苦衷 桃林婉也蒙点头 众女之中 就他们两人性格最为温顺 欲如梦的话 无疑让他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逼不得已的苦衷 欲如梦哼道 没人逼她的事 是她自己愿意的 有什么逼不得已的苦衷 说着话 又看向夏宁肠等人 你们走不走 夏宁肠无奈 只能起身 冲杨开欠一点点头 朝欲如梦行去 她也不愿意见到杨开 去那末之战场 欲如梦此举虽然有些出格 但若是能让杨开回心转意的话 她也乐得配合 雪月起身 低着头 谁也不看 姬瑶也站起来了 陶灵婉看着屈华肠 屈华肠略意沉吟 也站了起来 不管怎样 她日后 还是要与欲如梦等人朝夕相处的 这个时候 还是站在同一阵线比较好 哼 欲如梦养着修长的景伯 冲阳开示威 转过身 领着众女熊 啾啾气昂昂地走了 大殿内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大帝们和毛者等人面面相去 也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他们说什么都不合适 而且方才欲如梦言语虽然重了一些 但所有人都知道 她只是不想让杨开再以身犯险 他们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就算欲如梦不以这种方式胁迫 他们也会苦口相劝 事关三千世界的安定 没道理将这重担 让一个六品开天去背负 这个担子太重 林霄公虚空地背负不起 杨开更背负不起 我去看看嫂子们 杨雪站起来 追了出去 带到大殿门口时候站定 背对着杨开道 大哥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支持你 但是 我不赞同你 说完闪身而去 杨开微微叹了口气 在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 他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这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 以前的情况 即便在如何危急 只要化险为夷 就能平安回归 可是这次不同 真要是进了那末之战场 就等于抛弃了三千世界这边的一切 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古往今来 那么多动天伏地的金锐 踏出不回关 从未有人返回 自然不可能为他破例 欲如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所以反应才会那么激烈 诸位也要相劝吗 杨开看向众人问道 虽然后院着火 欲如梦更是当中发了个标 但他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反正都是自家人 丢脸也丢不到哪去 战无痕道 你既有决定 只怕劝也无用 更何况 清朝之下无完卵 若那虚空涌到不封印 真的连通了末之战场 这三千世界 谁又能独善其身 你要去的话 便去吧 家里的事 不用太担心 谁要是敢趁你不在的时候 接近几位夫人 我敲碎她的脑袋 这当然是玩笑话 杨开即便真的走了 欲如梦等人 也不会做什么 方才他那般说 明显是在逼迫杨开改变主意 什么时候走 幽魂大帝姚军问道 杨开道 还要一段时间 那虚空涌到的上古封印 还能维持一阵子 待我处理好手头的事 才会走 姚军微微汗手 如此也好 没了后顾之忧 你也放心一些 众人又说了一阵子话 这才散去 杨开走出驻地大殿 一脸忧愁 她夫人虽多 但说实话 对付女人的手段 她还真的不太精通 欲如梦领着众女造反 她还不知道 该去如何安抚 当然 告诉他们 自己改变主意了 欲如梦他们 肯定立马笑逐颜开 但心中既有决断 又岂能随意更改 杨开并非为了世间大局 而罔顾而女思情之人 她还没高尚到这个程度 若是动天福地 真的有能人意识 解决眼下这个问题 她当然不会强出这个头 但眼下的问题是 放眼整个乾坤 除了她之外 再无人能做到了 她非得出这个头不可 还是那句话 清朝之下无完卵 墨足真要是顺着虚空涌道 侵入三千世界 到时候莫说几位夫人 林霄公虚空帝 还有在新界中养老的爹娘 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一趟 她甚至连临别之语 都没办法跟苏妍 扇清罗和祝勤说上一句 他们三个 因为身负圣灵之力 被带去祖地修行 至今未归 站在驻地灵州的边缘 眺望虚空深处 扬开心思变幻 想着自己这一路走来 确实亏欠了夫人们好多 相处这么多年来 自己好像根本没多少时间 陪伴在他们身旁 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缠身 让他不得停歇 这一次就更过分了 明知是一条没办法回头的路 还要走出去 这一去 或许永生都没办法再相见 而在此之前 甚至都没有好好考虑过 他们的感受 一身处之 杨开觉得自己 恐怕也接受不了 欲如梦那般当中大闹 丝毫不顾及他的脸面 只是正常反应 若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 那才是有问题 真是个人渣啊 杨开心中狠狠唾弃自己一生 下定决心 大不了 这一次便跪在他们面前 祈求他们的谅解和宽容 骤然转身 杨开眼神坚定不动摇 虽千万人无王矣 才刚迈开步伐 杨雪便急匆匆地从天而降 落到杨开面前 慌慌张张道 大哥 总算找到你了 杨开面色一紧 怎么了 出事了 杨雪脱口道 出什么事了 杨开大惊失色 说不清楚 你跟我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杨雪这般说着 一把抓住杨开的胳膊 闪身便走 杨开一颗心直往下沉 他也不知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 竟让妹妹急切成这个样子 但他之前是去找 欲如梦等人的 难道欲如梦 他们出什么事了 路上问了几句 杨雪始终摇头不达 让杨开愈发不安 很快便到了一处灵州 这也不知道 是哪家洞天伏地的驻地 反正眼下黑玉这边 所有的矿星 都被开采得干干净净 到处都是破碎的大小灵州 洞天伏地 弄几块面积大歇的灵州 当驻地 乃是轻而易举之事 灵州上有一座大殿 杨雪带着杨开 就往大殿内冲去 才刚一进来 两旁便涌来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子 各个笑竹颜开 杨开一个也不认识 关键这几个女子 各个都修为精湛 身上弥漫着七品开天的力量波动 这明显是几位上品开天 杨开心头一紧 实在不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本能的便有些警惕 杨雪却笑嘻嘻地一推杨开 将她推到前方 那几个女子不由分说 左右架着她 拽着就往里走 什么情况 杨开被彻底搞猛了 不是说出事了 眼下这喜气洋洋的局面 是几个意思 大哥别怕 方才骗你的 没出什么事 你乖乖配合就好 杨雪跟着一起 往里面走 一边走一边宽慰道 到底干什么啊 杨开哭笑不得 自己还急着 去安抚要改嫁的夫人们 这就被拖到这边来了 身旁几个如花似玉 修为精湛的上品开天 左右挟持着 幽香软玉环绕 搞得她好不自在 等会就知道了 杨雪嬉皮笑脸 就是不说实话 杨开拿手指点了点她 也是没办法 就这么一个妹妹 从小没照顾过她 也没陪伴过她 但血脉亲情 却让杨开连句重话 都舍不得跟她说 不过看眼前这架势 怕是真没出什么事 就算出事了 也是好事 入了里间 这明显是一间闺房 鼻尖萦绕着清香 也不知是哪个女子的房间 杨开直接被拽到了一张椅子上 左右肩头力道压下 坐下吧 本章完 第4956章 迎亲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杨开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 下一刻 杨开大惊失色 赶紧抓住自己的衣服 几位前辈坐肾 也不怪她反应如此激烈 主要是她才刚落座 几个女子便直接上手 来扒她的衣服 妖 还害羞 一位上品娇笑着 媚眼如丝 明显有阴阳天出身的痕迹 什么前辈 平白把人叫老了 另一个上品开天 一指头戳在杨开的脑袋上 把她戳得身子一歪 杨开哭笑不得 心说你们几个看着如花似玉 各个年轻貌美 但修为能到上品 哪一个又不是活了几千上万年的老妖怪 喊一声前辈不过是尊称 总不能喊姐姐吧 那成何体统 这一吃一煎 他们几人已经手法干净利索地 将杨开外衣扯下 动作娴熟至极 紧接着 又不知道从哪摸出来一件大红衣袍 一人拽着杨开重新站起 两人抓住杨开胳膊 让她身子舒展开 衣袍迅速穿戴上 几个女子左右穿梭着 整理的整理 扎腰带的扎腰带 很快便将她收拾得妥妥贴贴 杨开持续着猛然的状态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又被重新按坐下来 一位上品绕至身后 散开了她的长发 手法娴熟地 替她重新整理发迹 面前 一张光可见人的镜子 杨开正正地望着自己 穿戴一身红袍的身姿 极为喜庆 身旁女子忙忙碌碌 取了胭脂水粉什么的 要往脸上涂抹 杨开赶紧抬手抗拒 忽然被穿上这么一件 喜庆的衣衫也就罢了 怎么还要往脸上 涂抹女儿家用的东西 这她可有点受不了 几位前辈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别乱动 阴阳天出身的那位上品女子 拍了下阳开的胳膊 将她抬起的手打了下去 称怪道 大喜的日子 当然要打扮得帅帅气气 大喜 阳开瞠目结舌 什么大喜 那阴阳天上品浅笑奄然 你说什么大喜 阳开连忙朝小妹望去 一脸征寻之意 阳雪笑嘻嘻地道 大哥 你就什么都别管了 老老实实配合就行 阳开顿时哭笑不得 隐约明白 这到底是在干什么了 心头威意犹豫 放弃了挣扎 老老实实坐在那里 任由几个女人 给她梳妆打扮 心头稍稍有些触动 不到一炷香的时间 便一切妥当 几个女子围着阳开 看来看去 都纷纷点头 差不多了 那阴阳天上品女子 又取来一束大红花 捆绑在阳开胸前 扎实在了 拍手道 好了 走了 迎亲去 阳雪一声欢呼时 众女将阳开 推推嗓嗓 出了大殿 外间早有一群人等候 阳开抬眼一瞧 全都是灵霄宫来人 诸位大帝和毛哲月和等人分裂两旁 见得穿戴喜庆的阳开现身 纷纷抱拳 恭喜宗主 贺喜宗主 阳开咧着嘴还礼 同喜同喜 话一出口 就闹了个尴尬 这迎亲是自己的事 同喜个屁啊 主要是被这突然袭击搞得有些发猛 他刚才还想着 怎么去跟玉如梦他们赔礼道歉 这一眨眼 居然要去迎亲了 而且看这架势 似乎自家所有人都知情 就把他一个蒙在鼓里 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 宗主请 毛哲伸手示意 前方有一艘装饰奢华的楼船等候 那楼船也是披红挂彩 船上甚至还有许多人在等候着 显然准备多时 杨开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头的激动和紧张 一挥手 走 没办法 澄清这种事 他也是头一次经历 说不紧张 那是假的 在那囚龙中 与墨之王族相处百年的时候 都没这么忐忑过 林霄公一众人 随着杨开上了楼船 杨开把眼一扫 看到楼船上一个两个 全都是动天伏地的开天镜 其中甚至有好几位欺品开天 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样乐器 也不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找来的 恭贺之声不绝于耳 随着铁血大地一声令下 楼船上立刻管乐齐鸣 敲锣打鼓起来 热闹至极 楼船徐徐航行 朝前方一座灵州池去 沿途所过 皆是喜乐之音 楼船上这乐队的人员复杂 最起码也有十几二十家的开天镜组成 其中步伐七品开天 一人澄清 能让这么多家洞天伏地的开天镜出动 只为吹月助兴 恐怕古往今来也只有杨开一人了 少请 到了一座灵州上空 管乐声持续不断 迎亲的队伍下了楼船 静直朝前方一座大殿行去 那大殿前 一群人拦路 为首一人 正是金陵伏地的六目神君 六目一脸笑盈盈的神色 身旁近是六品七品开天 一群人最起码也有上百之多 守住了大殿入口 神君 杨开上前见礼 眼神警惕 主要是六目神君看他的表情 有些不怀好意 让杨开感觉不对 而且他虽然仓促配合迎亲 但如今具体情况 还没完全搞明白 也弄不懂怎么迎亲 就跑到金陵伏地的筑地来了 他虽然没来过这里 但六目神君既然在此 此地显然就是金陵伏地的筑地 而且 灵霄宫这边的安排 可没人跟他说过 小子 人风喜事精神爽 这穿得可够喜庆的呀 六目上下打亮 杨开一眼 开口调笑 杨开抱拳作一 神君谬赞了 晚辈此来迎亲 还请神君通融依二 好说 六目神君大大咧咧地把手一挥 左右顾盼了下 大声喊道 有人要迎娶我金陵伏地的弟子 小子们 告诉他 什么人才有这样的资格 杨开文言一正 心说自己怎么是来迎娶金陵伏地的弟子 自己那几位夫人跟金陵伏地可没半点干系 六目神君微笑给他解释道 雪月丫头已败入本军门下 为本军坐下清传弟子 杨开眉头一扬 还有这事 什么时候发生的 自己居然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这是好事 洞天伏地收徒素来严苛 基本上不会接受代义修行的弟子 更不要说是六目神君这位太上长老 亲自收徒 能拜入一位八品太上门下 放眼三千世界 这对任何人都是莫大的殊荣 太上收徒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六目神君此话一出 那就代表着雪月真的是金陵伏地的弟子了 而且师从六目这位八品太上 无论是辈分还是地位 都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便是金陵伏地的长教 日后见了雪月 也是师妹相称 洞天伏地那一般的开天境 没这个权利 但六目身为太上 想要收谁为徒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杨开心生感动 多谢前辈 六目咧嘴一笑 先不盲泻 想迎娶本君的弟子 可不是容易的事 杨开心生不妙 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六目再次开口 来来来 告诉这小子 什么人才有资格迎娶我金陵伏地的弟子 左右立刻有开天境杀出 每个人抱着一个巨大的酒坛 横在前方 排成人墙 杨开看得头皮发麻 那酒坛跟水缸一样大 足足二十多个 而且 既然是这个时候取出来的酒水 肯定非同一般 这是要喝死人的节奏啊 果然 六目开口道 喝完这些 人你取走 喝不完 你自己走 杨雪顿时称怪一声 六目前辈 这可跟咱们之前说好的不一样 六目神君哈哈一笑 小丫头 本君这是在叫你世道险恶 莫要轻信于人 杨雪七的嘴巴都撅起来了 无妨 杨开白白手 伸手一射 将面前一个酒坛子射到面前 信手撕开酒风 仰头灌下 六目神君笑眯眯在一旁点醒 小子你可悠着点 我金陵伏地自家酿造的酒水 可不是那么容易消瘦的 其中门道可多着呢 小心喝趴下了 晚上入不了洞房 无需他提醒 烈酒入口 杨开便察觉到了 那入口之酒 如刀子一般滚过喉咙 咽入腹中 一瞬间 腹内便翻江倒海起来 庞大的能量自腹内炸开 顺着经络流淌 杨开不禁闷哼了一声 这酒水明显不是普通酒水 怕是利用了不少天才地堡酿造出来的 不但酒精十足 还能有助修行 这样的东西 价值绝对不低 精灵福地这边却一下子取了二十多坛出来 咕咚咕咚的声音响起 杨雪担忧的关注下 杨开不过十几息便喝光了一坛酒 四周顿时响起一片叫好之声 杨开抹了下嘴巴 又射来一坛 如法炮制 接连五坛下去 杨开身形微微有些量强 整个人却是气势勃发 咬牙赞道 够近 他寻常时候不怎么饮酒 但酒量还是有的 主要是精灵福地这些酒水 浸到实在不小 一下子这么猛灌 有些承受不住 他却不能示弱 继续仰头灌着 十坛 十五坛 二十坛 杨雪一脸担忧 好在杨开 很快便将所有酒水 喝得一干二净 抛下酒坛 杨开意气风发 前辈 这下可以了吧 六母微笑地望着他 一挥手 放行 拦路的众多开天镜 立刻散开 杨开领着鸾白凤 月和 周雅 墨眉等几个女眷 冲进大殿内 本章完 第4957章 搞他们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外见杨雪和战无痕等人 取出早就准备的一枚枚空间戒 发给那些拦路的精灵福地弟子 每一枚戒指中 都有十万开天单 数量不多 就当是洗钱 讨个彩头 多点倒也不是付不起 只是这才刚开始 精灵福地一家上百人 便花了千万开天单 后面还不知要出多少 更何况 人家也不靠这个 得了洗钱的 自然是开口吉祥 道贺声不断 片刻后 杨开从大殿中冲出 蓝腰横抱着凤冠峡配 娇羞无限的雪月 杨雪等人引着杨开上了楼船 负责引领方向和路线的战无痕 大手一挥 号令道 出发 下一家 雪月被安置进了楼船的一间厢房中 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头上顶着红盖头 杨开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几句话 便被小妹死拉硬拽给拖了出来 咱们现在去哪 杨开有些醉醺醺地问道 雪月被六目神君收为坐下清传弟子 算是入了精灵伏地 其他人呢 杨开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但是他知道 这是所有洞天伏地的一番好意 也是林霄公这边的筹备 他只需要乖乖配合就行 这大婚来得实在突然 他毫无心理准备 却是甘之如頤 到了就知道了 站在他身边的杨雪 鸣嘴微笑 见得大哥澄清 他心里自然是高兴的 唯一有些遗憾的 还有几位嫂子不在身边 父母高堂更不在此地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士气仓促 苏妍等几位嫂子人在祖地 父母在新界 一时半会也请不过来 只能先这样走个行事了 等到日后再仔细补办 很快 迎亲的楼船便抵达第二处灵州 杨开在楼船上把眼一扫 只见下方 以以为身形健硕的八品太上为首 两排上品开天整整齐齐的队形阻拦大殿之外 人数虽少 但他们站在那里 却仿佛有千军万马之势 一下子便明白 这是哪一家洞天伏地的筑地了 大战天 也只有大战天出身的弟子 才有这般融资了 而且 那位站在前方的八品太上 杨开曾经也是留意过的 在与墨之王族争斗的时候 此人表现得极为凶悍 杨雪在他身旁轻语 大战天的霹雳神军收了姬瑶 扫扫为徒 尽管在经历了精灵伏地那边的事情之后 杨开便隐隐有所猜测 可听到 小妹这般说 还是略有些吃惊 洞天伏地这次 可是大开了方便之门啊 雪月败入精灵伏地六目神军门下 如今姬瑶居然又败入大战洞天的霹雳神军门下 却不知其他几女 又败入了哪一家洞天伏地 何人门下 洞天伏地这般做法 显然是在抬高几女的身份地位 也是在给杨开表态 你放心大胆地 去封印那虚空永道 若能回来 自是最好不过 若是不能回来 林霄公虚空地 自有洞天伏地庇护 不需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此间种种传出 必是一段佳话 杨开领着迎亲的队伍 飞身从楼船上下来 带到那霹雳神军面前 连忙拱手行礼 见过神军 霹雳神军上下打量杨开 微微汗手 不苟言笑 想娶我大战天的弟子 可不是容易的事 小子做好准备了吗 有了在精灵伏地那边的经历 杨开哪 还能没点心理准备 这一路迎亲 必定不会太轻松 少不了一些刁难 当然 他们也不会太过分 不会真的阻扰他来迎亲 算是走个仪式 当即鼻孔朝天 一脸桀骜 神军放马过来便是 霹雳神军似笑非笑 有种 话落实 把手一挥 身后立刻窜出七位开天镜 落地之时 瞬间组成阵势 各个神色冷峻 一脸杀鸡 口中更是爆喝一声 杀 开天镜的气息弥漫 这几人各个都有六品的修为 六品正正好 修为低了 没有刁难的必要 修为高了 迎亲这边也打不过 林霄公的开天镜 基本上都是这个水准的 唯一一个七品 还被杨开使唤着 回新界去了 杨开顿时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打赢他们就可以了是吧 目光不怀好意的 在七人身上一一掠过 如同上古凶兽要觅食 绕是那七人出身大战天 自小便培养无所畏惧的心态 此刻也忍不住 有些心里发毛 眼前这位的诸多事迹 他们可是多有耳闻 远的不说 便说近处 孤身一人 与那墨之王族共处百年 还活了下来 这点谁能做到 杨雪哭笑不得 上前拉住杨开的胳膊 大哥你想什么呢 今天你大喜的日子 你还要亲自动手不成 心说大哥肯定是刚才在精灵福地那边 喝得有些大 这个时候受不得什么刺激 忍不住对六母神君又是一阵埋怨 他们之前说的好可不是那样 偏偏六母神君临时变卦 他也没办法 战无痕也道 迎亲之事 自然由迎亲的队伍出力 霹雳神君总算露出一丝笑容 你们不管有多少人 随便上 打败他们 才能把人带走 阳开左右看了看 嘿嘿一笑 小瞧我灵霄宫啊 战无痕等人 也是冷哼不已 一个两个迈不上前 很快便危惧在阳开身边 人数不少 灵霄宫的六品 基本上全都在这里 将近二十位之多 足是大战天那边的三倍 彼此隔空对视 大战天 七人神色漠然 丝毫没有因为 人数上的差距 有半点切弱 足见心理素质的强大 阳开抹了抹嘴巴 把手一挥 倒他们 身影晃动之时 将近二十位六品 刷刷刷冲了上去 煞时间 便将大战天七人 围惧了起来 下一瞬 拳脚相交的声音 不绝于耳 这个时候 没什么谦让的必要 人家都说了随便上 也就一拥而上了 早点解决 早点完事 只是一场性质 类似于切磋的鄙视 所有无论是大战天 还是灵霄宫这边的人 都很默契地 没有施展什么神通秘术 更没有动用什么秘宝 只以天地伟力 催动拳脚之术 彼此对抗 人数上的巨大优势 并没有让灵霄宫众人 视如破竹 战局反而在第一时间 陷入了僵持之中 大战天那七人 排列出一个莫名的阵势 七人之力 竟能合而为一 互为犄角 几乎化作了一个整体 这让阳开看得惊奇不已 那七人显然配合娴熟 也不知有多少年相处的默契 时而聚拢一处 时而扩张开来 竟让灵霄宫诸多六品进退失据 不过灵霄宫这些人 也不是吃素的 毕竟人数上的差距在哪 而且 他们晋升六品之后 个个都有数百年光阴的沉淀 再加上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曾进入过一次 动天伏地的小园界历练 如今的他们 小乾坤底蕴 早已不是刚进生时能比 一场激烈的争斗 足足花了一炷香的时间 最终还是铁血大帝战无痕寻得了机会 一拳破开了那七人连城的阵势 其他人见状一拥而上 将大战天所有人分割开来 不给他们再组成阵势的机会 这才艰辛宁的胜利 战无痕顶着一个巨大的黑眼圈走回来 抱拳道 幸不如命 那黑眼圈 是被大战天一个六品一拳砸中的 阳开看得眼皮子直抽 微微汗手 诸位辛苦 转头看向霹雳神军 神军汉手 算你通过考验了 神手相请 多谢神军 阳开道一声谢 冲进大殿 将机窑报了出来 楼船继续前行 第三站出乎阳开的意料 这居然是万摩天的驻地 而拜入万摩天门下的 赫然是玉如梦 要知道 阳开跟千赫府邸有恩怨 与万摩天也是有些恩怨的 当初他立志 直进七品开天的时候 正是以万摩天为首的几家洞天福地极力阻扰 那叫提正的七品开天 更是亲自前往破碎天 最终逼得阳开不得不晋升无凭了事 虽然事后提正无缘无故死了 但这并不能让阳开对此释怀 之后 万摩天的核心弟子裴文轩与左权辉搅在一起 也被斩杀 所有洞天福地当中 若说哪一家阳开最为排斥 无疑便是万摩天 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万摩天居然会收下玉如梦 不过仔细一想 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玉如梦毕竟出身魔族 真的追究起来的话 魔狱的所有魔族 都是万摩天的徒子徒孙 当初万摩天出身的陌圣 流落一处乾坤世界 正是他肉身陨落之后 魔气的异散 才让那一方世界化作魔狱 玉如梦败如万摩天 对他来说也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是一位八品太上 亲自收徒 换作摩刹神君 此时此刻 摩刹神君便领着万摩天一群人 拦截在大殿外 那一个个万摩天弟子 身上皆是魔气森森 其中几人还冲着杨开黑黑冷笑 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东西 杨开领着迎亲队伍上来见礼 那摩刹神君上 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杨开几眼 伸手一指后方 人在里面 自己进去吧 杨开一愣 之前两处地方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刁难 他还以为万摩天这边也有所准备 按按摩拳擦掌 准备大干一场 却没想到 事情尽这般简单 这是好事 连忙到一声谢 急匆匆地进了大殿中 本章完 第4958章 如梦亦如幻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书仪踏进大殿中 杨开便意识不对 整个大殿虽然被布置成闺房 但在大殿之中 却摆了足足十几个香飞踏 那每一张香飞踏上 都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凤冠侠配 头顶红盖头 身段恶魔的代驾之人 大殿之门 轰然关闭 这是闹哪一戳 杨开疑惑不解 不过总算明白 万魔天这边并非没有刁难 而是在这里等着自己 磨杀神君的声音 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 三次机会 找对人 你带走 找不出来 嘿嘿 嘿嘿之后就没话了 那意思很明显 找不出来 人就要留下了 杨开轻蔑一笑 无需三次 一次就够 跟玉如梦相处了这么多年 彼此熟知 杨开自信 便是闭着眼睛 也能将玉如梦给找出来 磨刹神君吃笑道 话可不要说得太满 小心到时候 没办法收场 杨开眉头一皱 立刻仔细打量起 那十几个代驾之人 从外表上看起来 这十几人几乎没有区别 无论是身高还是体型 竟都一模一样 这让他有些亚然 万摩天是从哪里找出来这些人凑数的 也连忙收了轻视之心 万摩天既然在这里等着他 想必也不会让他太轻松过关 打起精神 放出神念查探起来 出乎意料的 那十几人身上 也不知有什么力量防护 杨开竟查探不出 他们修为的深浅 防范的够严实的呀 杨开本想着 万摩天纵然能找出十几个 跟玉如梦形态身高差不多的女子 修为上总是有些差别的 玉如梦六品开天的修为 极容分辨 只需要查探他们的修为 应该就可以剔除掉大半 但眼下一世 才知万摩天这边 对此早有防范 他握拳倾壳一声 抱拳一礼 夫人 十几个声音顿时此起彼伏 夫君 杨开张大了嘴巴 傻眼啊 这十几人的声音 虽然错落有致 但听起来 却跟玉如梦一模一样 好像全都是他的化身 而且 他方才那一声呼唤 原本的意图 是想让真正的玉如梦 给他点提示 谁知人家根本不搭理 想象也是 之前玉如梦还大发雷霆 准备收拾东西 找人改嫁了 如今纵然准备嫁过来 估计心头之气一时半会也消不掉 哪会乖乖配合他 说不定眼下这个考验 便是玉如梦自己思量出来的 以他的脾气 真有可能干出这事 杨开顿时有些牙疼 略意沉吟 杨开漫步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 一张香飞踏前 低下身子仔细打量 又耸动鼻翼轻轻袖着 面前人轻笑道 夫君 他们都是假的 你可不要选错了 选错的话 我可绕不了你 杨开不住的汗手 放心 绝不会选错 说话间 来到第二张香飞踏前 继续观察 嗅着味道 足足花了半盏茶功夫 才将所有人检查完毕 他这才露出 蜘蛛在握的神色 微笑道 我想我知道你在哪了 一声声轻笑传出 玉如梦的声音响起 既然知道 那就带我走吧 杨开不住的汗手 这就带你走 话落实 一个剑步来到比较靠中间的一张香飞踏前 伸手朝面前人胳膊抓去 就是你了 那人被抓了一个猎切 直接栽进杨开怀里 发出一阵咯咯咯的娇笑声 杨开顿时有些脸黑 一把掀起红盖头 只见怀里一个名谋好齿的少女娇笑不已 哪是什么玉如梦 压根就是个不认识的 你 杨开瞠目结舌 连忙将她松开 少女笑道 如梦师叔说的太对了 你果然 想靠味道来分辨 所以 师叔在我身上 留了点他的味道 少女六品开天的修为 虽与玉如梦相等 但玉如梦 如今败入摩刹神君门下 在万摩天的地位非同小可 少女也得喊他师叔 少女贴着杨开不肯退去 媚眼如丝 师叔你要娶我吗 我很乐意哦 没大没小 走开 杨开一把将她推到一旁 摸着下巴 望着面前十几个难辨真假的 玉如梦 头大得很 好一会 才苦口婆心道 如梦 别闹了 乖乖跟我走 没人理他 杨开却不管 大打苦情牌 追溯着往昔在魔狱中 与她相处的点滴时光 亲情之下 那似乎成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 十几张相飞踏上 一人身形微动 杨开立刻窜了过去 嘿嘿一笑 是你妈如梦 面前人没回话 倒是摩擦神菌的声音再度响起 小子 只有一次机会了 可得好好把握 杨开脸色顿时一僵 面前这个 难道又不是 不幸邪的掀起红盖头 果然不是欲如梦 又是一个不认识的女子 笑眯眯的望着自己 一脸野鱼 杨开无语道 你方才动啥 那女子道 坐久了有些累 动一动怎么了 杨开很想问一声你故意的吧 但这毫无意义 三次机会 已经浪费了两次 就只剩下最后一次了 磨砂神菌八品开天 惊口欲言 杨开估摸着 自己若是第三次 还没找到真正的欲如梦 搞不好就真的没机会了 这让她不免有些压力如山 然而 这实在是难以寻觅 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在这里 而且已经踢除了两人 但这十几人 无论是形态身姿 都跟欲如梦一模一样 修为的波动 更被莫名的力量掩盖 让她无法查探 不过很快 杨开便皱起了眉头 世上形态相似者 确实有不守 但绝不可能有这么多 看起来完全一模一样的 尤其是这些人 还全都出身万摩天 她刚才还有些奇怪 万摩天居然能找出这么多 跟欲如梦体型身高 如此相似之人 如今看来 似乎其中另有内情 这些人 应该是施展了什么秘书 所以才能做到这种程度 换言之 只要找出这秘书的破绽 就能甄别出 哪一个是真正的欲如梦 杨开忽然有些明白 但万摩天这一番刁难的目的是什么了 不过事已至此 她也无意在隐瞒什么 反正过一阵子 她便要深入那虚空涌道 施展封印之力 此时就算暴露了 也没什么关系 轻轻一笑间 杨开立刻催动了蔑视魔眼 金色的树人之下 堪破世间虚妄 而入目所见 眼前那十几人 果然都发生了变化 原本十几个形态一模一样的女子 此刻在蔑视魔眼的勘察之下 体型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有的变高了 有的变矮了 还有的胖了一些 唯有正中一人 没有丝毫变化 杨开迈步上前 伸出一手 温声呼唤 夫人 面前人 狂狂起身 将束手搭在她的手心中 杨开一用力 拦腰抱起 下一刻 腰间软肉被狠狠掐了一把 欲如梦的声音在耳畔边响起 算你运气好 杨开忍痛 面上挂着微笑 走出大殿 摩刹神君瞧着她的目光 明显有些深意 不过却没有多说什么 谢过之后 楼船再度起航 赶往下一处灵州 第四站抵达之地 乃是神耀洞天的筑地 三十六洞天中 有神鼎天 也有神耀天 一主炼器 一主炼丹 如今三千世界流通的开天丹丹方 传言便是神耀天的先辈们 耗费无穷岁月琢磨出来的 这世上绝大多数灵丹妙药 也都出自神耀天之手 联想欲如梦 败如万摩天的情况 杨开心有所悟 败如神耀天的是小师姐 小师姐天生要灵圣体 在炼丹之道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败如神耀天正是相得一张 杨雪在一旁汉首道 正是 神耀天的紫玉神君收了宁肠 扫扫为徒 又是一位神君亲自收徒 洞天福地这边 送的人情可够大的 杨开此前为了成为阴阳天的孤野 历尽千辛万苦 一场论道大会更是耗费十年光阴 如今道好 一下子成了好多家洞天福地的孤野 之前每一家洞天福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考验或者刁难 到了神耀洞天这边自然也不会例外 住地外 早就布置好了两个巨大的丹炉 看着架势 明显是要比拼炼丹术 杨开哭笑不得 跟神耀动天的弟子 比拼炼丹术 多少有些班门弄斧的嫌疑 他虽然也精通炼丹之道 但最近一次炼丹 已经是数百年之前 炼制天元正命丹的事了 自进入这三千世界之后 他便没有在丹道上下过什么功夫 可以说 他在丹道上的造诣 只比当初离开星界提升了一点点 按他自身对道的层次划分 他的丹道 只停留在第四个层次 驾轻就熟 这怎么跟人家别 人家神耀天的开天境 常年静音炼丹之道 绝不可能只有这么点造诣 侥幸赢了还好 万一比输了 岂不是要出丑 关键时刻 还是妙丹大帝顶了上去 妙丹大帝 本就是以丹入道之人 晋升开天境之后 丹道更是一日千里 突飞猛进 杨开不知 他如今在丹道上造诣如何 但放眼整个灵霄宫的迎亲队伍中 也只有他 才是与神耀天比拼炼丹术的合适人选 更何况 夏宁长真的算起来 也是他不记名的弟子 本章完 第4959章 两个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当年在新界的时候 杨开原本是有意让夏宁长 拜妙丹大帝为师的 只不过妙丹大帝早已收了关门弟子 不再收徒 此事只能作罢 不过妙丹大帝却亲自传授过夏宁长炼丹之术 夏宁长更在药丹鼓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随后又跟在妙丹大帝那关门弟子基因身旁 修行炼丹之道 算是基因代师传义 所以彼此间虽然没有师徒的名分 却是有师徒之实 如今夏宁长能有幸败入神耀天子御神君坐下为徒 妙丹大帝也为他高兴 神耀天这边原本也没想过要太为难杨开 只不过别人家都有考验 他们自然也不能例外 就当是走个过场 不管杨开这边炼丹炼得怎么样 夏宁长还是可以带走的 但在双方炼丹开始之后 那出阵的神耀天开天静 便不得不拿出全部本事来应对 只因他发现 灵霄公出阵的这位 在丹道造诣上竟有些非同小可 若是马虎大意的话 搞不好会输掉这场比试 一场炼丹术 双方各师所学 倒是精彩分成 炼制的灵丹并不算复杂 只花了不到半个时辰 便各自炼制完毕 孰优孰劣心里有数 那神耀天弟子 冲妙丹大帝微微抱拳 妙丹大帝还礼 紫玉神君亲自出面 点评了一下双方炼制的灵丹 却没有做任何比较 有比较就有输赢 哪一方面子都不好看 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妙丹大帝 虽然炼丹记忆精湛 但毕竟晋升开天才 不过数百年 哪比得过出身神耀天的那位开天静 人家最起码也是几千上万年的老牌开天静的 在丹道上沉静的岁月也不是庙丹大帝能比的 这一场比拼炼丹术算是过关了 阳开喜滋滋的冲进大殿 在神耀天弟子的引领下 进了一间闺房 将打扮喜庆的小师姐抱了出来 最后一战去的是阴阳天 这边没有任何刁难 也无需刁难 阳开与屈华长的考验 早在轮回阁就已经有目共睹了 九世轮回的壮举 迄今为止阴阳天指此一例 有哪里需要考验什么 阴阳天这边带队的神君尊号清语 阳开上前恭敬见礼 清语矜持一汉手 并没有多说什么 站在他身旁的余香蝶微笑道 随我来吧 人在里面等着呢 言罢 率先转身去 阳开紧随其后 入了大殿 进了厢房 余香蝶领着阳开推门而入 阳开抬眼 便见得两位穿着大红衣裙的女子端坐床上 头上顶着红盖头 听到开门声音 左边那位身子微微一僵 两只小手下意识地搅在一起 显得很是紧张 阳开看得一愣 怎么是两个 心说阴阳天这边难道也有考验 不过只是略意感知 他便知道 面前两人都是谁了 其中一人正是屈滑肠 而另外一个则是桃陵婉 两人并没有任何遮掩 虽顶着红盖头 看不到面容 但气息很好分辨 阳开扭头朝余香蝶望去 目录征询 那意思很明显 想问问阴阳天这边是什么意思 余香蝶笑而不语 一瞬间的迟疑 端坐床上纹丝不动的桃陵婉 明显更加紧张不安 一旁的曲滑肠 主动伸出柔衣 握住了他的小手 阳开并没有迟疑太久 愣了一下之后 便立刻上前 来到两人面前站定 左右手伸出 柔声道 两位夫人请起 两只小手分别搭上来 阳开穿行而过 转身 左拥右抱 熊啾啾气昂昂朝外行去 左边桃陵婉僵硬的身子 慢慢放松下来 跟在阳开身后的余香蝶 微微松了口气 这边的安排 可没有跟阳开打过招呼 就是要打他一个出其不意 早在阴阳天的时候 阳开对桃陵婉的态度 他就看在眼中 知道 若是让他有选择的话 他未必会愿意与桃陵婉共结联礼 倒不是看不上人家 主要是不熟悉 也没有太多相处的经历 心靠不到一起 桃陵婉是被他师父给坑了 当初为了化解阴阳天的尴尬局面 陈修算计自家子弟走火入魔的时间 让阳开助桃陵婉一臂之力 自那之后 桃陵婉小乾坤中便留下了阳开的气息 而因为功法的缘故 此生此世 桃陵婉也只会接纳属于阳开的力量 想要晋升七品 更只有阳开才能帮得上忙 这是阴阳天弟子修行友情道功法 必须经历的路程 之后 桃陵婉更是主动进入轮回阁 为自己设下心仗 索性在最后关头被阳开认出 得以成功找回自己 被封尘的记忆 回归自我 脱离轮回阁 那一世的轮回 注定让桃陵婉刻骨铭心 永生难忘 在那一世之中 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友情之道 所以当阳开离开阴阳天的时候 他一路相随 今日既要大婚 阴阳天这边 又岂能少了他 不日之后 阳开便要启程 封印那虚空永道 或许再不可能回归 没了阳开 他此生便无望七品之境 所以无论如何 在阳开离去之前 阴阳天这边 都得为他 铺好晋升之路 而在这种特殊的日子 阳开自然也不可能 给桃陵婉难堪 两个女子一起坐在那里 带走一个 留下一个 让桃陵婉 日后如何见人 这是逼人家去死啊 换作一个性情豁达点的女子 或许遭此羞辱 还能苟活于世 偏偏桃陵婉是那种性格内敛 极其容易含羞之人 直到今日 与阳开说话时 他还会脸红局促 真要是被留下来 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他虽对桃陵婉 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感 知道人家是因为功法 还有那一世的轮回 才对自己有所亲近 但在那一世中 封城了自身记忆的他 却舍命为自己挡下了一件 轮回阁之中的历练 最重心意 在那一世 是轮回时所做出的决定 换到现实之中 同样也会 能为自己舍命挡下一件的女子 阳开实在不忍 也不愿去伤害 所以 在见到屋内有两人端坐之后 只是愣了一下 便很快有了决断 少请 左拥右抱的阳开 走出大殿 大殿内 陈修翘首以盼 面色虽然古井无波 但内心之中却满是煎熬 他唯恐见到自己 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阳开进去这一会功夫 他感觉仿佛度过了数百上千年 每一寸光阴 都是如此的煎熬 最终 当他看到阳开领着两个女子走出来的时候 心中提着的大石终于放下 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对当初的设计 他也愧疚难安 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弟子 将他推到了一个极为难堪的境地 但站在他的立场上 当时的设计 确实是为了整个阴阳天考虑 为了挽回阴阳天的尴尬局面和颜面 并无多少私心 就算是有 那也是他本身觉得 以阳开的身份地位 足以配得上自己的弟子 自己的弟子跟了这个男人 并不会入墨 原本今日大婚之事 他没指望桃陵婉 也能参与其中 他也知道 自家弟子暂时在阳开心中没多少分量 还不到那谈婚论嫁的程度 还是于香蝶发话建议 最终太上长老清语神君拍板赞同 将桃陵婉也算了进去 这让陈修感激不已 阴阳天 众人松了口气的时候 前来迎亲的队伍却是爆发一阵欢呼 虽说迎亲的楼船上此刻已经有了足足四位新人 但那好歹也是一家一个带出来的 这来了阴阳天 居然一下子带了两个出来 其中一个必定是屈华长 另一个不用多想 应该是逃临婉了 要知道 这可是阴阳天弟子 而且是两位核心弟子 放在以往 只有旁人入墜的份 乃有可能赢取 阴阳天这边 也不会放人的 入墜之人身份地位还不能太低 资质也得过关 可以说是要求极高了 而今日 阳开居然一下子从阴阳天赢了两位回来 古往今来 恐怕也只此一例 管月声越发喜庆响亮 楼船上那些吹拉弹唱 出身不同洞天伏地的开天静们 卯足了力气 拿出了浑身本事 增添这大喜之日的气氛 新人已经全部到位 众人上船 辞别阴阳天诸位 调转方向 朝灵霄宫驻地持去 灵霄宫驻地上 众人恭候多时 地面上铺了长长的红毯 楼船便停在红毯前方 一位位新人背影下 足足六人之多 阳开领步走在前方 六女分三列 左右身后跟随 七人以一串大红绸袋相连 每人手持之处 都有一朵大红花 喜庆得很 这也是林霄宫这边 早就准备好的 行径途中 更有早有安排好的人施展秘书 打出一道道柔和光芒 乍向天空 烘托氛围 在一片哄闹声中 众人入了大殿 阳开抬眼瞧去 大殿内披红挂彩 早已准备妥当 殿内挤满了人 前方六目神君笑盈盈地等候着 也不知 他是什么时候 从精灵福地跑过来的 不出意外 他便是今日的私仪了 六目神君笑望着阳开 伸手压下四周众人的喧闹 这才开口道 大喜之日 本该三拜过堂 方成夫妻 这不管是俗世 还是无备无者 皆是一样 本章完 第4960章 身子不适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大殿内挤满了来自各大洞天福地的开天静门 看热闹 此刻听闻六目神君之言 都忍不住心中嘀咕 三拜过堂乃是一事 亘古不变 难不成这里还有什么变故 果不其然 六目神君望着阳开街口道 不过呢 你其中一位夫人发话了 说你小子还有几个伴侣 有要事在身 一时赶不过来 今日他们若是与你拜堂成亲了 对另外几人也不公平 此言一出 不少人一脸震惊地朝阳开望去 这些出身动天福地的开天静门 未必都熟悉阳开 又哪里知道 他有多少伴侣 但是此刻光站在他身边的 就有六个了 居然还有几个没能赶过来 这小子 当真是厌福不浅啊 更难得的是 这些伴侣之间 居然会为彼此考虑打算 这小子 能有这么大魅力 更何况 你父母高堂 也不在此间 六目神君接着道 所以咱们今天也不搞什么 三拜过堂了 今日只走一个行驶 把人迎过来 日后你们自己 再好好操办婚事 不拜堂 阳开也有些愣 今天的是他毫不知情 直到现在 也是在配合行动而已 不过父母高堂不在 苏妍等人也不在 在这里拜堂的话 确实有些不太合适 至于六目神君所说 其中一位夫人发话 阳开估计 那是玉如梦 这应该也是 其他所有人的意思 小子你意下如何 六目神君望着阳开问道 自当遵从 阳开恭恭恭敬敬回道 六目汉手 那就好 来来来 送入洞房 不拜堂 便直接送进洞房的 这种新鲜事 便是活了无数年的 开天静门 也没经历过 一时间四面起哄 阳开只能拱手求饶 将六女一个个安顿下 穿戴如主书的螃蟹一样的阳开 又被人拖了出来 林霄宫住地上 此刻一百开酒宴 所有还在黑狱的人 无论出身哪里 皆可参与其中 阎席摆了足足数百桌之多 阳开书一露面 便被阳学饮着敬酒去了 没办法 这里出身洞天伏地的上品 开天数量不少 一个两个全都是前辈 尤其是玉如梦等人 败入的宗门 连那几位神君师尊 都亲自到场 他作为晚辈 不出面敬酒 实在不像话 开天进眼皮子底下 也没办法偷奸耍华 喝得那叫一个干脆 一桌桌静下来 要是阳开修为精湛 也是头晕目眩 两眼冒惊心 最后逼不得已 诸位大帝也上阵帮忙 这才替阳开挡了不少酒水 足足折腾了大半日功夫 才算完事 六目神君走过来 拍了拍阳开的肩膀 行了 这边没你事了 去陪你那几位夫人吧 洞房花竹叶 可不能冷落了新人 不过今天可有得你忙了 这般说着 还老不正经地 冲阳开挤了几眼睛 一副一切 竟在不言中的表情 一直守在阳开身边的羊血 顿时闹了个大红脸 啊 神君说的是 要去要去 阳开醉醺醺醺地 应了一声 又拱手四方 朗鹤道 诸位前辈自辩 晚辈这便去降龙拂虎了 饮得四周一片哄笑 杨血连忙拽着阳开的胳膊 飞杯而逃 他看出来了 自家大哥 这是真的有点喝醉了 兴许是心里高兴 否则也不会这般放纵自己 不过确实不能再留下来了 继续待在这里 也不知大哥嘴里 会冒出什么不合适的话来 林霄公驻地 内殿之中 杨血领着阳开走入 想了想还是问道 大哥 先去拿 这是个问题 毕竟一下子带回来了六个 谁先谁后 就是阳开自己需要考虑的了 阳开一抹嘴巴 豪情壮志 去你如梦扫扫那 这女人之前还要收拾东西改嫁 今日便叫她知道自己的厉害 哦 杨血应了一声 领着阳开 朝玉如梦那边行去 之前将六女安置的时候 杨血也跟在一旁 自然知道 玉如梦如今身在何处 六间并排的院落 都被装扮得喜气洋洋 这就是六位新人 暂时安置之地了 第一间便是玉如梦所在院落 走进其中 待到厢房前 门外有人守着 今日毕竟是新人 行动多有不便 总要有人照应服饰才行 站在玉如梦房外的 不是别人 赫然是月和 杨开打了个酒隔 瞠目结舌 你怎么在这 月和盈盈益礼 浅笑盈盈 回少爷 今日我是如梦夫人的侍女 杨开嘖嘖一声 不过考虑到林霄宫这边 人手暂且不太够 也就能理解这样的安排了 辛苦了 杨开道了一声 便要往里面走 月和却不让路 拦在门口 坐肾 杨开抬眼打量他 月和又欠身一礼 搞得好像真是个婢女一样 慢条斯理地回道 回少爷的话 如梦夫人说 今日心情不好 少爷若是来了 让少爷去别处转转 杨开不由瞪目 大喜之日 心情哪有不好的 开什么玩笑 月和低眉顺眼 如梦夫人是这么说的 杨开背着个手 左右瞧瞧 没别人 只有杨雪站在自己身后 面前就是月和了 笑了 让我去别处转转 去哪里 月和鸣嘴道 如梦夫人说 少爷想去哪就去啊 反正别在他眼前晃就行了 夫人还说了 见你就来气 如梦这么知书达理的女子 怎么会说这种话 让开让开 让我来跟她说 杨开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闷头朝内冲去 月和实在阻拦不住 也只能放行 少请 房内忽然传出 砰的一声响动 夹杂着一声闷哼声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守在外面的月和和杨雪 彼此对视一眼 都脖子一缩 吱压一声 房门打开 杨开老神在在 背个双手走了出来 吩咐月和道 如梦身子有些不适 今日便辛苦 你多照看了 月和盯着他一只黑眼圈 忍着笑 一本正经道 少爷放心 我会照看好如梦夫人的 嗯 杨开点点头 往前走出几步 回头叮嘱道 这里的事 不要让别人知道 大喜之日 居然被人从婚房里赶出来了 还被人打得眼冒惊心 这是传阳出去 哪还有脸贱人 看样子 欲如梦兴气 还不是太顺啊 是 月和应道 走出这间院落 杨开直接右拐 进了隔壁的一间 这里是安置下宁长的院落 门外同样有人守着 是化涌之妻 书木丹 宗主 见杨开行来 书木丹主动行礼 辛苦 杨开冲他点点头 挥下这些六品开天 不算原本的自己人 半路吸收进来的 化涌书木丹夫妇 对林萧公 算是最为忠心了 不为别的 两人的孩子 是在新界出生的 得了世界术末大滋润 资质非凡 日后哪怕没办法直进七品 也是个直进六品的好料子 由此 夫妻二人对杨开 那是感恩戴德 死心塌地 也无比庆幸 当初跟着杨开 从无影洞天走出来了 否则自己的孩子 哪有这份机缘 不过此时此刻 书木丹却是有些为难地 拦住了杨开前进的方向 宗主留步 夫人今日身子有些不适 所以 大概不能陪你了 夫人说 让你去别处看看 这话貌似耳熟啊 杨开眼角一阵抽搐 身子不适 那边是心情不好 还可以理解 毕竟之前还叫嚣着要去改嫁 这边怎的就是身子不适了 夏宁长好歹也是六品开天 方才去迎亲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就身子不适了 而且 小师姐素来最是听话 这么多年来 被杨开也是有求必应 今日竟不让她进这房门 杨开一阵心痛 小师姐这是被玉如梦给策反了吗 大喜之 连手起来 要自己难堪吗 成何体统 有心直接闯进去 想想还是算了 她也不愿让小师姐难做 宗主你眼睛怎么了 书木丹忽然好奇问道 这话也能问 杨雪站在杨开身后 连忙打眼色 书木丹这才隐隐意识到什么 不禁吐了吐舌头 这边杨开没理她 隔着房门叮嘱道 小师姐 多注意休息 回头我再来看你 我知道了 夏宁长的声音 在里面弱弱地响起 杨开又看向书木丹道 好好照看夫人 是 转身离去 朝第三间院落行去 第三间院子 安置的是姬瑶 守在门外的是周雅 见得杨开到来 周雅连忙行礼 然后一脸尴尬地望着她 杨开呵呵笑了两声 对此情景早有预料 夫人是不是有哪里不舒服 周雅愣了一下之后 连忙点头 宗主神机妙算 夫人确实身子不适 哦 杨开意味深长一声 也不多说 点点头道 既如此 那让夫人好生休息 我回头再来看她 宗主慢走 周雅伸手相请 有些不敢相信 这就走了 她之前听到姬瑶吩咐的时候 还感觉为难 哪有大喜之日 把人往外赶的道理 更何况 杨开还是宗主 她也没那个胆子 谁曾想 根本不需她为难什么 杨开居然自己走了 这让周雅 不禁暗暗松了口气 本章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